郭文貴議員 各位專家學者 各位同仁 還有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那今天是立法院第八屆修憲委員會所召開的第三場的公聽會 那本院第八屆截至目前為止委員所提修憲案共計有19件 今院會交付修憲委員會審查的修憲提案總共有14件 另外有4件提案亦將交付審查等到覆益期滿 那現在僅有一件涉及領土主權的修憲提案未能復委 依照3月26日上個月3月26日31日修憲委員會 分別召開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召集委員會議決議 自104年4月9日起至5月11日指每星期四 及星期一下午12時30分至2點30分為原則 那各召開議場的公聽會 由五位召集委員依輪值順序來主持共計召開10場的公聽會 那今天是輪到本席來擔任召集人也來主持今天的會議 原來應該是要在群銜樓的九樓大禮堂 那剛好目前財政委員會還在審查要加入亞投行的事情 非常的熱烈 所以現在也沒有休息 所以剛好今天這個是交通委員會的一個會議室 今天排定考察 所以我們就借用它這樣的一個場地 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也請各位多多的見諒 那今天公聽會的討論主題是 從建立權責相符的中央政府體制 談我國修憲朝向內閣制之可行性 包括現行雙手掌制 我們所面臨的缺點跟它的困境 另外就是內閣制跟總統制 我們如何來建構總統行政立法之間的互動 跟僵局的解決機制 那三恢復立法院格魁同意權 行政院長附屬權 及立法委員得兼任官吏 是否可以解決目前政體的一個困境 讓施政更具民意 那本日公聽會 共邀請15位憲政學者專家 到會來發表意見 每一位學者專家的發言 均會留下歷史記錄 我們會做成公聽會的報告 送請委員參考 那本期也要在此代表修憲委員會 感謝各位學者專家 在百忙之中 波榮來出席 歷齡指導 謝謝各位的參與和支持 那今天發言的順序 是依照報導的先後次序來 那發言時間 因為依據前兩次的經驗 我們是確定八分鐘 讓他八分鐘 在學者專家發表意見之後 再請本院的委員來發言 委員可以提出問題 就教與與會的學者專家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會進行第二輪的發言 或是學者專家間 或是委員與學者專家間的對話 那我們首先來邀請 林中山教授 來發表您的高見 謝謝 主席 還有在座的立委 還有所有的專家學者 大家午安 站在這個地方在做花園 實在是百感交集 因為今天的主席跟我 都曾經當過國大代表 在那段時間裡面 尤其是修憲該怎麼修 那段時間都曾經 這個尖峰相對過 但是我今天看到這個主題 我真的非常高興 從建立全責相符 這樣的中央政府體制 那這是我們要追求的 那也就凸顯現在來講的話 它的前責相符的形態 是有狀況的 是有問題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的體制 被視為叫做雙手黨制 而且是傾向總統制的雙手黨制 那這樣的一個制度裡面 出現的一個狀況 就是總統被選上了以後 他直接可以任免這個行政院院長 那行政院院長 本身不必有任何的民意基礎 那他也不必有什麼任何特定的一個要求 只要是總統願意用就可以了 以至於實際運作的結果 總統用的行政院長 到院長要用的部會所長 都還要請示總統 所以變成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現象就是 行政院院長就變成總統的這個 的指引長 那總統 總統才真正互有權利 但是總統又不必對立法院負責 因為憲法明定的是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那請問一下那總統的責任在哪裡 是不是變成四年才一次的改選 那才再負所謂的政治責任 所以這個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講這個 前責不相符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同樣的行政院的這個院長呢 他變成要對立法院負責 但是他本身又沒有這個名義的基礎 也沒有實質 多少的這個政治運作的這個歷練 所以就會形成一件事情 行政院院長變成有責無實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我們講 這是我們台灣現在目前所面臨的狀況 以至於 現在我們說了 陳水扁總統也好 馬英左總統也好 他們兩位在更換格魁的這個頻率 實在是非常高 而且他在更換格魁 不必跟立法院有足夠的互動 所以這個呢 基本上跟華國的雙手掌制 基本上來講的話 是很大的差異 因為華國的雙手掌制 他可以做到左右共治 也就是說 總統在任命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他會看立法院誰是多數 誰是多數黨 根據那個多數黨 再來任命這個行政院院長 那我們呢 台灣來講不是這樣子 我想用誰就可以用誰 不考慮到立法院國會的結構 所以行程 在整個 整個這個責任體制裡面 就非常混淆 所以我想對於今天 希望做的這樣的一個 全無相責這樣的一個體系 我表示支持 第二個 那到底我們是修憲 大家現在在談修憲 那你有可能 朝這個內閣制的方向走嗎 我想你要朝內閣制 總統制 只要大家協調好都可以 是可的 但是可行性高嗎 我也很懷疑 假如是馬英九這個當家時候 他的這個在四年 在這個 2012年的時候 你說要他去修憲 朝內閣制他也不幹了 現在來講話 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大贏 看起來好像蔡英文就贏定了 那呢 他要支持這個 修改變成內閣制的方向嗎 我想蔡英文 意願不高 另外來講的話 人民 直接明顯這個總統 已經成為慣性行為 那他可能不要嗎 在這樣溝通過程當中 裡面這樣的修憲 可以成嗎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我嚴格講起來 要建立這個 這個 前者相符的中央政府體制 我認為是可以做了 但是可行性不高 接著 那假如要做的話 是真的可以 往這個內閣制方向走嗎 就剛才我的分析 只要總統的直顯 直接明顯 那已經是百姓的 這個 的一個慣性行為 慣性需求的時候 那對不起 那只能講說 我們應該朝向 華國那一種比較傾向 內閣制的 雙手朗制來走 那你這樣的走向 那基本上也不違背 今天的主題 那我想這個 針對這一點 我再來談一個 就是今天的議題的第二點 內閣制跟這個總統制 他們這個將級解決的機制 我們講內閣制 解決將級 其實靠 國會有不信任投票權 內閣有 要求解散國會權 那總統制來講的話 原則上 總統必須依照 國會的意志 去執行 但是他可以行使火絕權 還有 一種叫做人事同意權 好 那請問一下 這 內閣制有的 這兩個機制 跟總統制所擁有的 這兩個機制 請問在我們的憲法 是不是都已經有了 針對我們基本上來講 雙手朗制裡面是強調 將來一個解決機制裡面是存在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 可能不是我們需要琢磨太多的地方 而是應該讓總統本身 在用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必須考慮到立法院的 生態結構 立法院的執政黨 的多數黨是誰 那他應該用 哪一個 執政黨的 所推及的行政院院長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來講的話 就變成一個情況 在華國時可以透過 不必規定 明文規定 他用所謂的憲政慣例 那你就可以 讓行政院長是根據 國會的多數來提名 那你假如沒有的話 那他還可以用不信任投票來進行 但是台灣現在目前這一個有困難 那個理由是 我們立法委員產生不容易 那真正要解散國會 兩黨都不願意 以至於 嬌生慣養的這個 讓總統 別人隨便可以用行政院長 不必按照這個 所謂的這個 行政對立法負責這樣的一個 前者設計 所以我個人支持 立法院本身的隔魁同意權 應該要恢復 那這是 那有人講說 那華國沒有啊 那為什麼我們要呢 因為華國沒有 也是實質上 就是要按照這樣做 那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目前的不成文的一個 的一個慣例 那裡沒有行程 那裡就需要用明文的方式來規定 另外來講的話 針對所謂的行政院院長的附屬權 實際上來講的話 我們行政院院長的附屬權 一直都沒有拿掉 那現在沒有的是行政院院長 還有這個考試院的院長 副院長考試委員的任命 以及監察院的院長副院長 跟監察委員的任命的部分而已 對這個部分被視同是一定要附屬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爭議啊 大體上不大 接著要來談的就是 立法委員 那裡該不該兼任管理 假如我們要傾向於內閣制 的型態 要行政部門真正對立法部門負責 那在這邊我建議啊 是應該要修改成變成可以兼任管理 這樣才能夠讓真正有問政能力的 有問政經驗的立法委員 本身可以因為他的名義基礎 加上他的治理的訓練 治理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來接掌這個內閣政務 這個基本上的話是 對於整個國家的運作比較好 所以我個人支持立法委員可以兼任管理 的設計 另外來講的話 那這樣的話 假如立法委員兼任管理 那內閣基本上來講的話 主要是從這個立法委員裡面來 來擔任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我們現在立法委員的人數 要不要調啊 113席除以2的話 56比57差不多了 兩黨四進立體的時候 那我請問一下 那我們現在部會已經30個部會 那你不是絕對要部分的人都去當部長了嗎 剩下在野黨就變成影子內閣了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政黨 我們在國會裡面所形成的政治歷練 效果在哪裡 沒有了 因為不是說你一口氣當了立法委員 你就可以來出任內閣 那這樣的一個設計是草率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立法委員的人數 我建議應該要擴大 那你回到過去的250席 這樣才能夠做傳承 我們看全世界 的國會結構 平均人數 國會的人數是327個人 那即使是這一個 所謂的七大工業國 也都是三四百人 那在這邊要講就是說 我們的立法委員本身來講 假如人數是113席 真正沒有政治歷練的空間 假如他又同時 隔以鑑任官吏 出任政務職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卡住了 所以我建議這個部分 要立法委員的人數要調 除了這個之外來講 這個面對這樣的一個 一個議題 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現在的體制基本上 讓我們感覺到不安的是 因為它前者不符 所以走向前者相符的設計 是我們要走的一個方向 但是我們同時在理性的思考 跟整個國內現在的一個 慣性行為的思考 那我們要做一個調整的時候 我個人是支持 我們要走向於 傾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 那總統一樣的直接明顯 那這個行政院院長 基本上來講的話 必須經過立法院 的這個同意 另外立法委員可以兼任 官吏 那立法委員的人數 那應該要增加 提到這個250席 我想我今天的發言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林東山教授的一個 精闢的發言 那在邀請下一位發言之前 我來介紹本院的委員 首先我們歡迎 李應援委員 賴政昌委員 陳明文委員 也是我們修憲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吳一聲委員 那我們議會的專家學者 我就不一一的介紹 我們現在接著來請 依照簽到的序號 我們第二位是邀請 這個林佳 這個林佳 林佳成 他是我們考試院的顧問 也是台北市政府的顧問 其實他是我老朋友 以前演考會的主委 謝謝 謝謝 紫熙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上禮拜 回到立法院 今天又再度回到立法院 那我首先還是要表達我的謝意 尤其我們今天在這兒子席 李協章李委員 在我當考研部長跟演考會主委 八年之內 我都是在法制委員會 那我們李委員全部 堅守崗位也都在法制委員會 給我很大的協志 特別謝謝他 那我想今天我們主要討論到 中央政府體制的問題 那實際上我個人在1994年 民國83年 當時國民黨子席 當時的總統李登輝 李先生曾經要我 寫了一個第三階段的憲政改革 當時實際上是由 國民黨中央政策工作會 當時是因為政策會底下 有政策工作會出版的 所以我個人實際上在歐幾年前 對中央政府體制 等一下我也大概稍微報告一下 歐幾年前 大概我們現在所討論到的 也都把它加進去了 那另外在2000到2004 我個人擔任行政院員考會主委的時候 當時總統府也成立了一個 政府改造委員會 那我當時也堅任執行密施 所以政府改造委員會 重點是擺在行政院的值調整 可最後也牽涉到整個 國會的調整 所以當時政府改造委員會 對於有關憲法方面 像立法委員 人事 嫌棘制度門檻之類等等 有做一些修正 也是在2005年 民國94年 我們當時修憲了主要的根據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的立法委員的檢辦 跟所謂單一選區兩票子 可是實際上我當時並不是完全同意 可是我們只是執行密施 那要這樣講 我只是說這個問題 的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小時候讀政治發展的人 或讀比較現法的人 大概對這個議題都不陌生 我們所謂內閣制 所謂總統制 這幾乎是我們政治協的ABC 也是我們大一 大概讀政治協後 比較現法的 必考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這個對照 大概七八個 一個可以看出來 十位元首 西位元首 隔魁的同意權 或隔魁的復始權 還有像解散隔魁權 不侵任權 還有由國會都市黨領袖出任以後 或是由國會都市黨的一些 國會議員來兼任官員之類等等 我們今天的提纲大概也都要點到了 我們包括說立法委員 到底現在憲法規定 不能堅任政府官吏 官吏 當然我們大法官會議本來解釋 是對於文官方面 那基本上 內閣制很重要一個精神 行政立法是合一的 總統制來講的話 是行政立法是要分離的 那在政黨政治 當然我們國家是沒有政黨法 全世界當然也是有奪國歐大戰納粹的一個經驗 所以有政黨 陸列 甚至立法 政黨法 或者政黨 幾乎實際印字來講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要談這個主要是說 內閣制來講 行政立法合一 而且它是政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過上禮拜在這邊我也提到 實際上 上禮拜剛好New York Time 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 談到歐洲國家 主要兩個政黨大概越來越視為 過去的話兩個主要政黨 大概可以拿到85%到90的選票 現在剩下不到65% 那第三黨之類等等 越來越多 我想台灣在去年 十月九號的九合一選舉以後 我們政黨政治 下一步是什麼 實際上很多人還在觀察中 我們國內當然因為我們部分區代表5%的門檻 可是現在補治的話經費也是要降到3.5% 那以後是不是在不分區方面 當然我們還是單一選區 單一選區比較容易走向兩黨政治 可是不分區部分 假如門檻稍微恰降的話 那我們政黨政治的話可能會改變了 那我個人比較年紀大了比較保守 我最近很怕小黨林立 像我們常常以色列OK 以色列剛好選舉過 以色列是乾脆就規定第一大黨 國會第一大黨就負責主閣 那他一定要找很多的小黨 那政學家也都大概了解 我們說一 最小獲勝聯盟 就minimum willing correlation 或者說我們說有時候大聯盟 大聯合政府大聯盟之類 那有一國家不堪其勞 假如小黨林立的話 那我們走內閣制 那我要談的時候內閣制一定是 行政立法跟政黨 合一的 那實際上我們今天第一人談 我也有副發兩篇文章 我要給各位參考 那其中有一篇的話是講 內閣制跟行政院長的任免 一篇的話是講 我們最近大家很喜歡講 前則相符 那我搞不清楚所謂行政院長 一定要立法院同意才叫前則相符嗎 我們講話好好review一下 因為我個人在內閣也待了一段時間 那我們真的行政院長沒有前例嗎 我們老闆前例大了很 我想我們行政院長 我們台灣百分之九十九的 所有的政治資源都在行政院 行政院長是自己親自主持行政院會的 總統的話這在總統府是肝召急的 坦白講 你沒有要主持會議啊 行政院長難道天天聽總統的嗎 就是他CEO 一個上次公司的CEO 董事會任免 不要再請股東大會同意 他還是有很大的權利了 當然他要負責任 憲法規定要向立法院負責 那我們立法委員有沒有很大的權利 我們有立法權有預算審查權 有重大議案議決權 我們還有台灣全世界很難得見到的執行權 執行權當然我們曉得是沒有很大的意義 可是基本上來講 可是執行權還是我們當政府官的很怕到立法院來 表示他還是有很大的權利了 那我要講的是說 很多人講說我們現在行政院長是有責無權 我們不相信 現在行政院長權力大了很 怎麼沒有權利呢 總統就那麼可以遙控嗎 也不是這樣 總統說他有權無責 總統怎麼會沒有責任呢 行政院長總統有被唐厚權罷免權 總統是由人民四年選一次的 對不對 還有天天宜任監督他 內控機制很多啊 外控機制很多啊 我們常常講前責前責 但我意在強調民主政治民意權利責任 三個為基礎 有民意基礎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 最近很多人對罷免權門檻要降低啊 要直接民治啊 現在談開放政府啊之類等等 I voting啊之類等等 那我想這次政府啊 民主政治的話開放程度而已啊 那從啊完全間接民治要走向直接民治啊 當然全世界我也找不到 頂多地方政府吧 那我要談的是說我們基本上 我們基本上來講的話 總統也不是說現在就是啊 有權無責沒有這回事啊 所以我們知道權責之間只是一個分量的問題 而且最基礎的base 最基礎的基礎就是民意嘛 定期選舉啊 還有談貨罷免之類等等 以後你要不要把罷免門檻降低 或公民投票要不要提高 直接民主的基礎更大 那checking power 所以簽署權利的話就越大了 負了責任就越大了 那我們這一本上我們實際上 這是一個非常容易理清的概念 民意權利責任 前卓之間並不是從我們目前所強調 完全前卓不分啊 我常講啊政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有窮盡完美之處 它是一個成長性的 它是一個靠化政治文化政治行為的運作的 假如我們今天人都亂七八糟文化很差 政治行為都很差的話 你改什麼制度都一樣了 所以我想基本上我們交了協會二十幾年 我們從總統直接民選 我個人認為這一次後期修建大概 剛剛林中山教授也提到 大概可能性也可能不大 可是我認為也不是政黨都是要私心自用 不是啊這個也是啊 我們中央政府體制基本上來講 後期到目前只是要回歸來談一談政治文化政治行為的問題 我不是一個制度問題 謝謝各位 謝謝林嘉誠 這個我們顧問啊 這個精闢的一個說明 接著下來我們請 黃國中律師 他是我們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技經濟組的一個顧問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3月17號 王院長跟林秘書長生日 我國最大黨團的修憲造集人 呂學章委員 主持網路的修憲會議 那時候提到說 印尼勞工 看護17歲就可以在台灣家庭裡面 投票給 Jokowi 為兜兜總統 那印尼有一個奇怪的連結選制 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 要得到國會選票的25% 或者 20%的席次 那印尼的憲法委員會 從2019年開始 禁止這種奇怪的連結 今天 4月16號 供逢丹麥女皇 75歲 受淡 1940年 德軍將領 在書報攤買了一張地圖 就佔領了丹麥 1953年修憲 讓女性取得皇位的繼承權 在旅遊的書裡面提到 說女皇如此的受到歡迎 所以如果實行共和制 女皇也會當選總統 那因為有人主張 我國要學習芬蘭 芬蘭也有一個強大的鄰居 結果我就上網去搜尋 映入眼簾的是 芬蘭總統的老公 偷描丹麥公主的事業縣 芬蘭沒有副總統 那華國學者杜瓦傑 把他歸類在半總統制 那2000年修憲以後 成為標準的議會內閣制 連總統的外交權 都要經過國會的認可 實行 實現主權在民的原則 附帶說明 丹麥國會200席 婦女佔的80席 那麼 成年四字人口數的立歡根 作為國會席次的標準 由耶魯大學出版 那不四字 更無為新的人口數 不計算在內 那以色列是另外一種典型 1992年實行總理直選 那經過了1996年到2001年的三次失敗 也就是說總理的當選人 竟然不是國會的最大黨 也沒有辦法組成執政聯盟 就乖乖地回歸到基本的內閣制 這一次 納坦雅胡違背歐巴馬的意願 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外銷轉內銷 驚險地保住了總理大臣的職位 那這也是經濟學人周刊所講的 如果要直選總理 你又不在他的選區 你沒有辦法投票給可麥龍 或者沒有辦法投票給米利班 但是你知道說如果他是多數的話 誰會做總理 那因為時間跟空間的關係 我沒有時間仔細講文字技術的問題 我只是向各位委員跟先進報告說 我國的憲法本身就是溫和的內閣制 刪除真修條文的第二條第二項 刪除真修條文的第三條第一項 就可以回歸到護署權 就可以回歸到行政院護院長代理 不需要修正文字 反而引起很多解釋上的問題 那至於立法委員可以兼任政務官 到底要寫在立法那一條 還是寫在行政那一條 這是可以討論的事項 我倒是建議說 我們要有賓士轎車的修憲水準 要有賓和電影的這種修憲水準 希望能夠在憲法的層次 解決擔當大臣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特定的時間 針對特定的議題 設置部長級的這種政務官來處理 所以 碧原內閣的憲法擔當大臣 鬆本真治 或者是吉田茂內閣 憲法擔當大臣金森德賜郎 或者是日本現在的食品安全擔當大臣 還有剛剛林嘉誠部長所講的審廳改革大臣 這一類的 如果能夠在憲法的層次解決 政務委員處理特定問題 我相信對我國行政效率的提升 有重大的幫助 美國的立華 美國的開國先賢 為了制定憲法 寫了一本聯邦黨人論文集 或者簡稱叫聯邦論 我希望說我國的討論 能夠更為深刻 像林超俊教授 下個禮拜要在憲法學會報告幾乎同類的題目 我希望能夠列入我們的立法院公報 提升立法院公報的水準 那最近我拜讀梅克爾傳跟希拉蕊的回憶錄 梅克爾傳裡面提到說 總統向總理辭職 德國總統向德國總理辭職 這句話聽到郝伯伯 耳朵裡面的毛 一定會非常地高興 說心有欺欺焉 那事實上 在座的煥雲教授 也曾經要求陳總統辭職 當時還有一個笑話 就是陳總統只有一隻耳朵 所以偏聽 旅婦總統有兩張嘴巴 所以多言 那希拉蕊宣布參選總統 我來念兩句希拉蕊語錄 有人問到他說 Rubinsky的事情 希拉蕊回答說 從我先生爭取總統候選人資格開始 廣大的右派就對他有很多陰謀 希拉蕊論統治說 一個國家如果說 驕傲地說他永不妥協 那你在那個國家 任何地方任何黨任何候選人 你都不要投票給他 那事實上希拉蕊在相當程度的範圍內 講到了內閣制的精神 那就是左右 以及協調 在台灣只有統獨沒有左右 只有權利沒有華麗 這就是台灣民主悲哀的地方 謝謝 謝謝黃國中律師的一個發言 在請下面一位委員發言 專家學者發言之前 我來補充介紹 與會的本院的委員 我首先介紹 依照來的優先順序 周宜安委員 還有游美女委員 還有鄭立軍委員 他也是我們修憲委員會的招委 還有江曲成委員 也是我們的修憲委員會的招委 謝謝 接著我們請黃帝穎律師 來麻煩你 謝謝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教授 各位朋友 今天討論修憲委員會的這個議案 我從程序上跟實體上分別闡述 那在程序上的意見先提出是說 這個議題不管是總統制內閣制 或者是雙手掌制 他在目前台灣社會上 並沒有一個普遍性的共識 簡單的講 如果我們要採取內閣制的一個修憲方向 但是目前台灣社會 對於我們的總統直選 認為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民主成就 所以能不能廢掉總統直選的 這樣的一個總統機制 然後走到內閣制 我想這個在社會上還有待凝聚共識 現階段這樣的一個共識並不存在 那憲政體制的一個選擇 沒有對錯的問題 但是有沒有就是可不可以適當 有沒有水土不服的問題 是我們要考慮的 因此現階段就內閣制 總統制或雙手掌制的討論 我認為是正面的應該要多討論 但是在社會還沒有凝聚成要走向 內閣制廢除總統 這樣的一個選舉機制的前提之下 我想冒然在討論這一塊的一個 修憲的可能性並不高 因此現階段而言應該要就 由國會朝野乃至於社會有普遍共識的修憲議題來走 所以這是程序上的意見 包括說18歲公民權 民進黨民間團體 以及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也都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我想現階段第一階段的一個修憲議題 在程序上應該是先以有共識的部分來進行修憲 那有關於內閣制總統制雙手掌制 社會無共識的這個部分 應該保留在下一個階段 也就是說第二階段能不能啟動修憲的一個程序 持續來做一個社會上的一個討論 凝聚社會的共識 所以以上是程序上的意見 在實體上的意見 對於說是不是要恢復 國會對行政院長的一個同意權 來解決目前現階段 權責不服讓施政更具民意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有一些誤解 因為目前我們的機制在二元民主的憲政體制之下 也就是說總統他本身對人民負責 人民直選總統 國會對人民負責 同樣人民直選國會議員 這個部分的二元民主的一個機制之下 兩方都有不管是國會或總統都有其民主正當性 因此總統對於行政院長的這個任免 他的民主正當性來源是源自於總統 因此行政院長應該是對總統負責 在正常的一個二元民主的探討之下 應該是整個行政體系對人民負責 對民意負責 國會對人民負責 對民意負責 這樣是一個正常的二元民主的憲政體制 剛剛一直在討論到 關於法國的共和機制 是不是有雙手掌制這樣的一個問題 法國目前第五共和為例 他其實並沒有已經移除掉 因為過去檢討第三第四共和的憲政亂象 他有權責不清的問題 已經刪除了國會對於隔魁的同意權 所以現階段法國的第五共和並沒有隔魁的同意權 我想法國在座好教授是專家 我想我也不多說明 等一下好教授應該會更具體的來講法國的機制 所以因此所謂雙手掌制 但是在法國的例子裡面 他也沒有這樣的國會對隔魁的一個同意權 如果現階段我們再恢復是不是走回頭路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大法官司制613號解釋之後 其實有關於責任政治跟行政一體 有很多的闡述 也就是認為說我們在目前二元民主機制之下 我們的總統有民主正當性 他所領導的行政體系 應該有他的一個行政上的一個責任 對人民負責任的一個機制 除了少數的例外 也就是說如果機關他有獨立性的一個需求的時候 他會透過國會同意加上任期保障 例外的讓行政體系提出的這樣的一個行政官員 由國會來同意 舉例來說NCC的委員或者是中選會委員 但是整個行政院的院長 你把它拉出來說要經過國會來同意 你從613號解釋的脈絡 看不出來在責任政治 在行政一體上面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存在 因此如果說要就現階段的政治困境 不服民意要希望透過用國會同意權 賦予說我們要對行政院長 國會同意權這樣的一個修憲的方式 其實有種應該算是畫錯重點的感覺 為什麼這樣講 國會同意權到底能不能解決政治困境 或者是不服民意的問題 舉最簡單的例子 黃世民檢察中長 他就是經過國會同意的 但是他的違法濫權經過法院判刑定驗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並沒有辦法解決政治困境 不服民意的問題 換句話說你用國會同意權要來 對行政院長說因為我賦予他一個同意權 所以他可以符合民意 他可以不產生憲證困境 在黃世民的案例來看是絕對不能正立的 所以這個案例相當的清楚 目前高等法院的判刑 對於他共犯跟馬總統共犯洩密的 違反通保法的部分已經判刑定驗 這個部分我想國會也必須要參考說 你在國會同意權的行使 除了大法官司制613號解釋 有關於機關獨立性 這個特殊的一個例外的行行之外 是不是再把行政院長拉回來說 需要有國會來同意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是在法制上面 或者是案例上面都難以正立 所以我的結論在討論說 如果說國會要對行政院長的修憲 回歸這個國會的同意權 如果說能夠解決權責不符 讓施政更具民意 你從法國第五共和 大法官司制613號解釋 乃至於黃世民案的案例來看 的確是畫錯重點 搞錯方向 那在這邊我必須講說 具體給國會的建議 現階段我們應該討論的 著重的一個重點 心力應該放在說朝野有共識 社會有共識的修憲提案 在這一個階段 社會希望修憲的一個 社會能量社會氛圍之下 要妥善利用這一次的能量 讓有共識的部分 包括剛才談到的18歲公民權 在這一次能夠讓他修憲通過 至於總統制 內閣制雙手掌制 這個討論我認為是有意義的 但是目前現階段台灣社會 對於這個部分尚無共識 應該保留在下一個階段 來做一個探討 是不是有社會上凝聚說 憲政體制改造中央政府體制 要走向什麼樣的一個制度之下 再來做一個修憲的處理 是會比較妥適的 而目前立法院可以做的 怎麼樣導正說目前 行政部門的一個權責不分 然後或者是說政治亂象 我認為應該強化國會的功能 立法院可以修法來強化國會的功能 這個用來的是強化 對行政權的監督跟制衡 這一個部分其實是目前現階段 立法院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包括明定國會調查權 因為我們對於行政體系的一個監督 官員來這邊說謊 隨便說說就算了 國會議員被糊弄 完全不用負任何法律責任 行政部門可以抵抗 國會的一個調查權行使 我認為立法院應該在這邊 強化國會調查權 予以立法明文化 另外一塊是強化直接民意 對於行政權的監督 包括選罷法跟公投法的修正 也就是說在罷免的門檻 以及公投法的一個修正 讓直接的民意可以對行政權做監督 國會可以強化它的一個功能 監督跟制衡 人民的民意也可以直接透過制度 在公投法跟選罷法的修正上面 來具體去制衡目前應該算是 憲政體制上面所產生偏差的這樣的一個行政權 以上謝謝 謝謝黃定大律師的一個精闢的發言 那我來補充介紹 本院的委員姚文芝委員 揮揮手 接著我們請 臺灣安全促進會 我們陳茂雄陳會長來發表意見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我記得上個禮拜有專家學者提過 說我們這裡的修正是 頭痛衣腳 腳痛衣頭 我認為沒有那麼嚴重 但至少是頭痛衣腳 這倒是真的 但還有一個特點 當腳痛衣腳的時候 都忘了我剛才在頭痛是什麼感覺 通通忘光光的 當頭痛的時候也忘了他剛才腳痛是什麼感覺 所以現在遇到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 今天那個 有我立委很積極要把現在的這個體制 要更改 讓這個立法院對隔魁任命有同意權 一個 還有要行政院長有附屬權 現在就往這方面努力 但是他持這個理由 要深改的理由是說 現在的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是有責無權 是這麼講 但是我覺得這樣講應該是不成立 我提兩個理由來講 這個不成立 第一個理由 總統 對那個要不要接受質詢 這個很多人是提出這個質疑 所以你都不接受質詢 等於說不必負責任 但是問題是這樣 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 一般是沒有質詢權 本身就沒有質詢 那如果你談到美國總統的話 那更嚴重了 他不只是不必接受質詢 他的否決權還蠻厲害的 你要對抗總統的否決權 你要參眾兩院都超過三分之二要維持原意 那很明顯 在美國總統的權力就是集中 抓住國家權力中心 所以也沒有人講他是有權無責 另外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這裡談了這個總統有權無責 那事實上我們類為回憶一下 現在的制度的話是1997年第四次修憲改成現在的制度 現在的制度是跟哪一個制度完全一樣 跟五五線朝完全一樣 就是五五線朝的制度 五五線朝那時候是國民大會代表人民分別選出立法委員 還是選出總統 行政跟立法是分立的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 行政跟黨已經講清清楚楚 就是總統的幕僚長 直接向總統負責 沒有行政跟黨向立法院負責 各位看看五五線朝你就很清楚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 五五線朝裡面總統的複議權 就是有否決權的功能 也就是你持非立法院超過三分之二維持原意 或者你立法院的議決根本無效 所以就標準的總統制 但是標準的總統制 為什麼可以改成後來的雙首長制呢 就是當初有人質疑產生獨裁總統 也就是說他要任命行政院長的時候 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而且行政院長有負實權 那等於說把總統很多的權力 分到立法院跟行政院長身上 但是記得喔 政治協商會議一直擔心 說總統是產生獨裁總統 他沒有提過說總統有權無責 政治協商會議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沒有顧慮過 本來這個很正常 總統不接受執行這本來是很正常 但是政治協商 他是擔心了說產生獨裁總統 那事實上呢 我們今天該餘利的一件事情呢 會不會產生獨裁總統的問題 不是總統有權無責 現在的總統的權 還不如美國還不如勝多 但是現在會不會產生獨裁總統呢 我敢講會 但是民進黨朋友一定也要講 我在說國民黨 實際上民進黨也會 兩黨都一樣都會產生獨裁總統 那什麼叫做獨裁統治呢 那個行政以立法分立的國家 是行政、立法、司法 三個單位如果你侵犯到其他單位的權利 就是獨裁 包括說你立法單位侵犯到行政權 或者行政單位去侵犯到立法權 都是獨裁 我們今天有沒有發生獨裁事件 有 事實上就是獨裁 雖然我們有體制的話 顯示總統 顯示國會議員 事實上獨裁的手段是透過政黨 就是政黨我用黨紀來控制你 讓你國會議員要聽執政黨總統的話 這就是獨裁 希特勒的話他的權力也全部都國會授予了 但是大家談希特勒說他本身是一個獨裁者 事實上希特勒本身就有能力去影響你國會要做什麼決定 所以這獨裁大家都沒有考慮到我們今天這個獨裁的問題 但是獨裁這個不是因為制度問題 你現在即使把它改成國會對割毀任命同意前把它恢復了 恢復了行政院長的那個護士前 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呢 今天如果總統所屬的政黨 屬於國會多數黨 那透過政黨他就有權力叫你這個國會議員要怎麼做 所以這種情形的話 國會議員要同意總統所提的行政院長 他會有意見嗎 我告訴你 你在街上抓一個阿國阿媽來他都會同意不可 一定要同意的 那行政院長你這個那個付出錢有用嗎 也沒有用 這個橡皮圖章而已 關鍵是出在這個獨裁問題 那另外呢 萬一假的總統所屬的政黨不是國會多數黨 那就慘了 我們這個意識形態對立 那互相抵制 那就是天下大亂 其實也因為這個問題 當初1997年的第四次修憲才會把這個修掉 事實上第四次修憲那時候 國民黨執政還是多數黨 那問題 反國民黨內部有主流派跟非主流派 所以在1996年要任命行政院長 非主流派抵制 讓國民黨的總統痛苦萬分 才在1997年才去修 那只有這種情形的話 對意識形態對立 那個政黨 以黨領政 那產生了獨裁的總統 那如果呢 這個是總統屬於多數黨 那這個任何制度行動攜色 那如果總統不是多數黨 朝鮮也大 那就是天下大亂 就這種情形而贏 所以呢 我們那個 因為我的時間到了 我還沒講完 我等一下第二輪再補充 謝謝 謝謝陳茂雄會長的一個發言 接著我們請 范世平教授 他是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的教授 請他來發言 范世平教授在嗎 上洗手間 范教授 輪到你了 慢慢來 主席 各位先進 那我想今天也非常高興 非常榮幸來參加 這樣一個公聽會 那我想剛才前面幾位 學者專家 大概都把我大概想法是蠻接近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今天以台灣的社會 要從這樣一個制度轉成內閣制 的確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難道要選出一個虛位的元首嗎 我想這可能跟我們大家的一個 投票習慣 還有我們對於 長期以來政治運作的方式 可能會是不太相同的 那其實從1949年以後 整個台灣 雖然我們的憲法是屬於雙首場制 但是因為 不管從蔣中正 蔣經國 一直以來 其實我們都一直把總統這個位置 看得非常的重要 而且代表它是一個權力的象徵 所以如果要選出一個虛位元首 我想可能跟我們長期的政治習慣 或政治認知或政治文化 會有比較大的差異 那至於說這個 隔魁的同意權 我想 民國86年 我們之所以會把憲法 會把這個隔魁的同意權 給取消 其實當時最大的一個著野點 就是說 很擔心會發生所謂藍綠共治 或者說總統是一個政黨 然後行政院是另外一個政黨 那就會出現一個雙頭馬車的情況 那所謂呢 在台灣的這個憲政史上 並沒有真正發生這樣一個情形 那因此當時這個這樣的考量 我想當時的這個憂慮呢 到今天為止這樣的一個擔憂呢 應該還是存在 那如果說今天 特別是我們知道現在整個 從去年318學運之後 整個台灣的第三勢力的發展出來 很有可能在明年會沒有一個政黨 真的會過半 會出現這樣一個情況 就真的沒有一個政黨會過半 那我覺得明年如果發生這個情況的時候 那國民黨或民進黨 勢必要看誰可以跟第三勢力整合 那到時候真的有可能就會是 如果是蔡英文當選總統 搞不好行政院 如果我們有所謂的這個 隔魁統一權的話 那搞不好行政院院長會是國民黨 那大家試看一看 那樣一個運作情況 我想不要光說是我們的行政跟立法會 互動困難 搞不好連總統跟行政院長 都會出現分裂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確當時我們 這個把這個行政院長當做總統的 這樣一個幕僚長 我覺得當時在民國86年 這樣一個修建的情況 是有這樣一個思考的 那我們今天必須要思考 就是說當台灣的政治 這個很有可能發生一個政黨 沒辦法過半的情況 而變成是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都必須要找第三勢力 來這個成為多數黨的情況 這個情況很可能在過去 未來幾年會發生 那我們要怎麼去因應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各位同意權 如果到時候真的 真的我們修憲通過的話 可能會造成我們在 限制運作上更大的困難 那至於剛才也有很多學者 專家講到就是說 其實今天我們現在的狀況 運作情況來講 不可否認 就是說總統不需要到立法院 來接受質詢 但是不是就只能是有權無責 我想這樣的說法 恐怕也過於無斷 其實我們 其實總統制來講 總統的責任就是 每四年他要接受人民的 再次的選舉 這就是他最大的一個責任 他的政治責任 其實我們看到美國就是如此 那行政院長是不是 有責而無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即便像最近大家談 亞投行的事情 雖然大家都知道 亞投行的事情 應該是管體系 或總統的決定 行政院院長可能他真正能夠 這個決定的這個空間不是很大 但是我想 立法委員也是可以透過 這樣一個質詢的方式 來了解我們政府 到底的思考跟思維邏輯 所以我覺得以目前來看 我們修憲有關於 是不是要增加各位同意權 是不是要 我覺得是可以在商榷的 那另外就是說 立法委員是不是要 可以兼任官員 我覺得這也必須要思考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要做 這樣一個修改 他的目的何在 那我們這樣 目前這個 目前這個立法委員不能 兼任行政院的閣員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 自愛難行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憲法 還是維持一個穩定 會是一個比較好 因為我們過去 經過這麼多次的修憲 好不容易大家 開始再適應 這樣一個新的 一個修憲的結果 那還要再重新再修改 那還要重新再適應 除了就是對於憲法學者 他的書可能會比較好賣之外 可能對我們整個國家 長治選案來講 不一定有正面的幫助 以上我個人潛見 請供參考 謝謝 謝謝范教授的一個發言 接著我們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 及政策學系的教授 也是台大國發所的 接任教授 好裴茲教授 來發言 謝謝 主席在座的各位委員 以及各位學術先進 我今天要來做這個所謂的 隔規統一權的一個報告 那剛好前面有學者已經點名 因為我個人是留學法國的 我是法國巴黎地大學政治學博士 那麼這幾年也都在針對 法國的這個體制來做研究 那麼關於隔規統一權 或是能不能夠兼任這個所謂的 官員能不能兼任這個隔員 國會員能不能兼任隔員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我們必須要從整個架構裡面來看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在隔規統一權 我首先下了一個標題 這標題非常的聳動 但這個情況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就是我們的台南市的人民 用一票一票選舉出來賴清德 可是選完了以後才發現 原來主政的人是所謂的李權教 這一個機制荒謬的結局的產生 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通過了隔規統一權 就會發生這麼一個荒謬的一個機制 那麼在這樣情況之下 我們很快的請那個拋棚往下走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法國 大家是所謂知道 第一個法國沒有隔規統一權 可是在談沒有隔規統一權之前 我們先來看法國為什麼設計這樣一個機制 那大家知道我們有個叫做神農市 神農市長百草所以能夠成為藥王 可是在全世界我們的憲政體制國家裡面 有一個國家叫做神農市 這個國家就叫做法國 法國在過去的一兩百年時間 歷經了大家可能想像不到的瑞士的委員制 歷經了大家所知道的總統制 大家歷經了所謂的內閣制 結果這三個制度全部失敗了 全部有發生了問題 所以法國非常清楚 這所有制度之間的一個問題是所在 而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下 發展了所謂的半總統體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往下走 請問 那麼現在呢 這個半總統制也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多國家所採用 大家可以看到在2005年的時候 它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多國家所採用的一個機制 那事實上大家所心意的內閣制 在現實的條件之下是全世界都在下降 這跟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行政追求行政效率 政府的一個歷史的背景是有關 那我們再往下走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法國 我只簡單介紹一下 它在內閣制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問題 第一個 在法國這三個制度的擺檔當中 最重要就是行政權跟立法之間 不斷的在重組 委員制的時候立法權很大 總統制的時候 總統權力很大 到了內閣制 又擺回到所謂的內閣制的時候 立法權很大 可是在法國的第三第四共和的時候 卻導致了倒戈頻繁 法國平均的一個內閣只有半年 最短命的內閣三個小時 早上照了相 中午就立刻解散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 法國內閣制的一個實踐的經驗裡面 它得出了一個情況 往下走 所以我們常講 吃這個也養 吃那個也養 所以法國在思考 有沒有一種思思 思思有兩種 有沒有一種思思可以解決我的頭痛 又有一種思思可以解決我的流鼻水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半總統體制是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跟它的歷史的經驗之下 發展出這樣的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的核心在於 它取決了原來的總統制 跟內閣制裡面最核心的 機制的一個整合 那麼要的是什麼機制 我們要問的是 它要的是總統制的行政效能 換句話說 要透過總統制的過程當中 形索一個清楚的行政權的一個來源 這是它要總統制裡面 作為一個行政效能 政府展現的一個機制 但另一方面 它要的是傳統內閣制裡面的 一個負責機制 所以這兩個機制如果不了解 我們無法理解接下來 所有包括格規統一權的任何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總統制因為要這樣 所以在整個機制裡面 我們跟總統制一樣給人民兩張票 為什麼給兩張票 一張讓人民清楚地去選擇 它的行政權的來源 另外一張票清楚地選擇立法權 這個立法權是佔於監督的一個機制 行政權的來源有一個 單一的民意的一個基礎 所以總統長有行政權 同時這個總統制裡面 另外一個重要的機制叫做 不得兼任原則 這個不得兼任原則 確立了行政跟立法之間一個 全力完全分立分治的一個架構 這是我們看到總統制的一個架構 再往下走 那麼這個是內閣制的架構 內閣制的架構最重要有三個 叫信任跟附屬跟責任 辦總統制要什麼 要這個內閣 他能夠來向國會負責 所以他採用了內閣制裡面的責任制度 展現在制度往下走 展現在制度上就是平時的背群 所以各會的國會議員在這邊 另外當行政跟立法衝突的時候 有倒戈跟解散 所以辦總統制架構 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形成一個這樣一個架構的基礎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原型 基本上是總統制的架構 也就是人民透過他的一張票 他清楚地知道我選擇的是歐巴馬 我清楚選擇的知道我是賴清德 我清楚知道我選擇的是希拉瑞 而不是我不知道未來的未來的未來的一個 不知道未來的一個人來掌有行政權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辦總統制 但是他這裡面增加了一個內閣 而這個內閣必須要透過對國會的一個負責 所以展現我們剛才講的 所謂的背群跟倒戈跟解散 這樣一個機制 那我們再往下走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要了解辦總統的話 基本上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 跟他的核心 第一個總統是整個這套憲政制度的 裡面的我們叫做憲政的基石 這個在法文我們叫做Claire de Vu 什麼叫Claire de Vu 請往下下一張照片 這一張是法國的總統府 那麼什麼叫做Claire de Vu 就是我們講的任何的一個拱門 最上面的那一塊基石 這一塊基石掉下來的話 整個的一個基石瓦解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看到法國確立的 這樣一個原則 所以為什麼在所有的辦總統體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就是由人民一票一票 直選總統這個機制 那我們再往上走 第二個基石是這個總統 他同時兼具兩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是代表國家主權的象徵 所以我們看到的南韓 我們看到的芬蘭 我們看到的台灣 是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背景之下 需要一個總統來代表國家主權的象徵 另外一方面 他要總統制裡面的行政效能 長有行政效能 政府的一個充分的一個展現 這是我們對辦總統裡面 總統的這個角色的基本的理解 往下走 那麼比較難的部分是 在辦總統制裡面 行政跟立法到底怎麼辦 行政立法我們回到前面講 辦總統制很複雜的部分 他同時擷取了總統制裡面的要素 跟內閣制的要素 這裡面的機制是什麼 他要總統制的全力分立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架構 他要內閣制裡面的負責機制 也就是我們講的 平時的背群衝突時候的 倒閣跟解散 所以如果在這個架構之下 我們可以往下確立的話 再往下走 我們就可以把所謂的 這是責任制度的要涵 往下走 所以在這個架構之下 往下走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是 關於葛魁能不能兼任 這個國會議員能不能兼任 葛員 以及我們的所謂的 所謂的 隔魁的同意權 如果在架構之下 我們就非常的清楚 是我們要讓行政的歸行政 立法的歸立法 換句話說 行政權長 長有行政權 立法權就負責 國會監督的一個角色 這也就是我們講的 總統制裡面的 球員不得兼裁判 你又打球的人 你就不要來當裁判 所以就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權力分立架構之下 所以當然 議員不得兼任 隔員 當然 不能夠有隔魁同意權 所以 當我們的國會 如果要對我們行政權 要求負責的話 本來就有設有機制 這個機制就叫做 倒閣權 我們的國會議員 不敢對我們行政權行使 倒閣權 可是卻要用隔魁同意權 來分享行政權的擁有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件事 往下走 所以最後給我四個結論 是第一個 請按照權力分立的架構 給予人民兩張票 讓人民的每一張票 很清楚 我投下去這一票 我清楚是誰來主政 我清楚是賴清德 不是我不清楚的李全教 再來 隔魁同意權 跟剛才所謂的堅韌的原則 完全破壞了半總統制裡面 所需要的權力分立架構 那麼隔魁同意權 會讓我們的大師 朱瓦傑 講了是 讓我們人民一票一票 可以展身的直接民主 變成了政黨 甚至加上 派系分章的一個政治體制 所以人民選出了賴清德 就拜託 不要再讓議會 我們不清楚的人 李全教來主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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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教授的一個精闢的一個報告 我們來補充介紹 本院的委員 也是我們本院的大佬 陳唐山委員 對 接著我們請 社會民主黨的召集人 台大的社會系的教授 范雲范教授來 歡迎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學界的先進 還有各位媒體界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社會民主黨的 召集人范雲 今天請代表我們社會民主黨 這個三月才剛成立的 新興的政黨 表達我們對這一次的修憲的看法 我今天的主題是那個 從國會改革開始 建立邁向社會民主的內閣制 那先談 我想我們小黨的出現 大概有兩個目的 那第一個我們在座的那個 就是都是來自主要的兩大黨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像 鞭策兩大黨更進步 就內部理性好的聲音 可以更能夠取得更大的權力 當然如果兩大黨不夠進步的時候 那我們小黨也很有志氣 我們就要用競爭的方式 能夠逐步的 讓台灣的政治更美好 那所以關於修憲 我想先有兩個 對兩大黨的呼籲 那然後再來我再簡報 我們對修憲的 特別是中央政府體制的主張 那我們想呼籲 國民黨應該要拿出大黨的風度 不要把18歲公民權 跟所謂的不在籍投票綁在一起 不然顯得比18歲還要更不成熟 那不在籍投票用修改法律就可以做到了 國民黨現在至少現在 還是國會穩定的多數黨 如果修法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怎麼能夠奢求修憲 這麼高難度的動作來完成呢 而且國民黨不要再反對下降修憲的門檻 阻撓未來的修憲 那這樣子非常的有失大黨的風度 那這是我們對於國民黨的呼籲 那對民進黨我們的期望是 民進黨要拿出大黨的視野 那趕快拿出整套的修憲主張 那包括蔡主席有承諾過連立制 下降政黨不分居門檻到3% 還有國會席次增加等等 那我知道目前民進黨委員 有提出幾個提案 但是還沒有包括蔡主席承諾的部分 那也比較缺少整套的修憲主張 那我們希望民黨能夠向人民證明 你們有執政的誠信跟能力 那關於整個修憲的程序上 我們社民黨主張 我想今天聽到非常多精彩的辯論 我覺得非常好 中央政府體制姿勢體大 其實我們需要更多的辯論跟討論 那也很明顯目前並沒有共識 那雖然社民黨有自己的主張 但是我們認為要兩階段修憲 那今年先針對有共識的部分修改 尤其是國會選制改革 強化人權保障 以及18歲公民權 那我們呼籲兩大黨 那不要相互杯葛 那今年的修憲如果破局的話 一事無成的話 我想這兩黨都會被迫負起歷史責任 接受人民的選票檢驗 那我們也希望兩大黨的總統參選 能夠公開承諾 明年當選之後 會繼續推動第二階段的修憲 那為了能夠讓就是說 剛剛有很多人有提到 就第三勢力 那未來的格魁就是說 就附属權等等 那我們想這其實是 攸關台灣未來的政治運作 那為了避免就是說 兩大黨壟斷修憲 那我們也呼籲 立法院可以加開一場公聽會 因為今天我的出席身份 是我們爭取來的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還不夠 那我們希望國民兩黨 共同召集 能夠讓包括社民黨 綠黨 時代力量 民國黨 新黨 這些小黨都有機會出席 一起參與這個 會影響未來的政治版圖 政治設計的重要的一個 修憲的一個對話 那再來我跟大家簡報 我們社會民主黨的 據說的修憲版本 那因為時間很短 我就講得很簡要 那我想修憲其實 我們要往哪個方向向 大家其實都有共識 要全責相符 其實往哪一個方向向 就是說總統制內閣制更有它的好處 那這個政治學界已經有非常多的研究 就怎麼樣的好法 那可是重點是說 我們想要人民 未來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所以這個體制選擇 攸關到我們對未來人民的生活內容的想像 那社會民主黨主張 當然跟大家一樣 我們要建立全責相符的憲政體制 但是我們主張 為了建立一個社會民主的國度 應該朝向保留總統直選的 內閣制方向修改 那我先講我們的前提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國民黨最近主張內閣制 所以我們認為國民黨的內閣制 是以維持國民黨繼續執政為目標的 不負責任內閣制 那社民黨的內閣制是要 第一個你要優先做好國會改革為前提 而且配合社會權力憲章的制定 所以是以實現社會民主為目標的內閣制 那我們先講就是說 可能在座很多人不一定了解 什麼是社會民主 那社會民主的核心的概念是 自由平等團結 因為我們認為 每一個人都應該過有尊嚴的生活 不會因為他的經濟的劣勢 社會的劣勢 文化上的劣勢 無法享有那個 每一個人都有的 目前我們所擁有的這個政治上的自由 所以社會民主黨會主張 所有國民平等生活的需要 都應該要公共化 包括高等教育 幼托 長照 而且要建立公平稅制 提高勞動的權益 去對抗資本 對於勞工 還有對於環境的剝削 那我們看 世界各國社會民主的國家的理念跟價值 它一定必須要在一個 能夠容納多元聲音的國會 那對應就是說 內閣制的政府體制 比較容易實現 那這是關於這個部分 但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台灣 目前我們有那個 就是說總統質詢 那理論上就是說 很多人會提到說 也許就全責相符的話 可以採用美國總統制 或者是說法國的雙手掌制 那但是我們覺得 那其實 剛剛也有人提到就是說 台灣的政治文化 人民的習慣 無法接受內閣制 那也跟大家補充報告 就根據TVBS 4月最初的民調 民眾40% 比較贊成內閣制 高於支持總統制的31% 所以民眾已經有44%支持內閣制 那兩大黨的主要政治領袖 都沒有出現支持總統制的主張 所以這個似乎是 不是可行 那我們民黨蔡英文主席 也曾經在新新聞訪問上說明確排除總統制 民進黨自己的共識新聞稿 也曾反對總統制 那我們也 我們認為就長遠來看 也不宜繼續讓直選的總統陷入黨派鬥爭 造成全國的紛紛擾擾 所以在比較長遠的修憲主張上 那我們會認為 內閣制下維持直選總統 可是請注意總統並不是沒有權利的 他是擔任國會團結跟憲政秩序的守護者 跟仲裁者的角色 只是他不宜再介入 日常的黨派政治的對抗之中 那日常的黨派政治的對抗 應該交由議會主義的體制來運作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內閣制 由多數黨的領袖擔任總理進行主閣 那主要的政務官 部長也都由議員擔任 那國會議員的任期應該就是內閣的任期 但是一旦發生信任危機的時候 可以透過倒閣與提前解散國會 來重新確認國會多數或產生新的多數 才能解決僵局 不會因為總統的固定任期 我想我們經歷過非常多第二任的問題了 讓信任危機變成街頭的大規模群眾運動 要求總統下台或彈劾總統 或者是整個國家動彈不能動 那內閣制與直選總統在體制上是完全相容的 那這種體制在國內有人稱為準內閣制 學界也有人把它歸納為廣義的半總統制 那歐盟當中有十個國家是採用總統直選的內閣制 這些國家包括芬蘭 奧地利 愛爾蘭等 他們在民主鞏固 良善治理 人民的幸福等 許多國際的指標上都相當的良好 那擔任憲政守護者的總統 他仍然可以擁有相當大的實質權利 並不是全然的虛偽 例如他可以拒絕讓有不愛國家安全 或團結的激進的小黨參與組合 他也可以退回高度爭議的法案 要求國會在意或交付公投 擁有提名具備獨立性的機關成員的權利 譬如說最高法院的法官 憲法 我快結束了等等 就是包括外交國防兩岸 總統對外是主權的象徵 對內則是守護者的角色 那可以截至多數黨 以黨派的觀點跟利益來全盤主導 那我們認為就是說 這樣子一個能夠達到社會民主生活的 而且符合台灣的條件 結合總統直選的內閣制 才是長遠的 對台灣比較好的一個憲政主張 但我們了解 目前台灣需要更多的討論 所以這階段我們希望是能夠兩階段修憲 好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 謝謝大家 謝謝范雲教授的發言 接著我們請東海大學政治系的教授 胡祖慶 胡祖慶 胡教授來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 在場的學界先進 大家好 很高興接受親民黨的推薦 參加這次修憲委員會的討論 我想關於這個問題 剛剛聽到很多學界先進的發言 感覺獲益良多 但是我個人從2001年以後 在比較政府與政治 關照法國政黨政治的一些觀察 我剛剛聽到 我會覺得我自己比密特朗幸運 因為密特朗在1981年當選法國總統之前 曾經強調所謂的國會多數優於總統多數 為什麼呢 因為1973年跟1978年的時候 當時左派的政黨其實是有機會獲得國會勝選 所以他當時強調說應該是由國會多數來組各 等到1981年 密特朗自己當選總統 1988年連任成功 他這時候講了總統的多數優於國會的多數 這在很多法國縣政的教科書 像William Safran或者是Pierre Bakhtey 他們都會提到相關的討論 我覺得說 那這樣子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們現在的朝野各個政黨 如果到了這次修憲完畢以後 以後又要改變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是不是又會面臨類似像密特朗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我個人對於目前的修憲工程大概有三個考量 請大家指證 那第一個我也認為說 在我們現在的修憲是採取剛性憲法 還有高門檻的設計 所以說對於朝野的政黨來講 要趕緊找出共識 能夠提出一些折衷的方案 那否則的話繼續的論語各說各話 有可能最後仍然是一事無成 那第二個就是 對於現在朝野政黨提出來的各項的修憲提案 幾乎已經到了制憲的份量 我想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親民黨我的理解一直有一個立場 就希望這一次的修憲能夠說 做出對於當前這重要問題 提出解決方案的一些貢獻 而希望不要以修憲為名而行制憲之始 就是很多的修憲提案的份量 幾乎已經到了制憲的一種程度 那我想說這些相關的提案 是不是考慮能夠先加以省略 那第三個我想在前面的兩項問題 能夠得到解決之後 我想我們真正該問的是 我想沒有人反對 現在我們建立一個全責相符的政府 一個全責相符的政府 我想是大家所期待的 過去十六年 十五十六年 台灣的一個政治經驗 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的制度呢 是偏向於第一個 就是總統勝責權拿的一種情況 所以說那第二個呢 等到說第二任 甚至等到說他的執政 不受到選民的認可的時候 那時候又不見得能夠 之所進退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憲政的僵局 要怎麼樣去解決 所以我個人在3月26號 聯合報的民意論壇上 就已經強調 就是為什麼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希望能夠避免總統當選人 持續作為一個超級總統 或者是江秉倫教授所說的巨無霸總統 這樣的一種憲政怪獸呢 能夠在台灣不要出現 不要再出現 我想說這是最重要的考量 也因為唯有這個恢復葛奎同意權之後 那所以說這個總統呢 當選人呢 才有可能任命這國會多數 能夠接受的黨政領袖呢 來擔任這個行政院的院長 這樣有助於政治的穩定 有助於避免呢 這個所謂的立法的僵局 所以說那關於這個法國現在 確實在憲法上沒有這個 隔魁同意權的設計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法國的總理 漸漸的形成了相關的這個憲政的慣例 也就是在這個 就任總理的時候呢 會主動尋求這個國會多數的同意 那以現在的信任 以現在這個 這個馬尼爾·羅斯來講的話 從去年到現在 他已經兩 除了就職的時候呢 他另外在其他的 就是在黨內有人提出這個質疑的時候呢 也在提醒這個 這個國會的信任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可以考慮的事情 那另外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 所謂的這種憲政的慣例 在如果這個法國果真沒有尊重 國會多數組閣的這樣的憲政官吏的話 那就必須告訴我們 為什麼1993年的時候 是Edouard Balladeur來組閣 而不是由其他人來組閣 大家都曉得1993年的時候 這個法國的右派政黨囊括了80%的國會席次 在那一次的改選當中 然後這個 這其實在密特朗自己的政治計算裡面呢 是希望任命習哈克來擔任總理 就如同1986年的情況一樣 讓他在1995年非常難以這個競選總統 但是當時其實是右派的這個國會多數商量好之後 那要求這個這個密特朗呢 任命這個Edouard Balladeur 也就是這個習哈克自己的好朋友 來任命他擔任的總理 所以說法國這樣的憲政慣例 我覺得我們也是不應該視而不見的 那所以說尤其在台灣目前的情況下 我覺得說大家仍然應該考慮 隔魁同意權的問題 就在隔魁同意權以及這個 倒閣的相關設計上 台灣是更不容易來行使倒閣權 我想說在座的委員都很了解 台灣其實在過去的15年這個當中呢 總統的失職以及這個甚至濫權 有沒有達到這個1962年代高樂違憲修改 這總統選制的這樣的一種情況 如果是的話 那我們同樣要問 為什麼台灣到現在為止 就沒有國會的多數的議員 願意提出來倒閣 就是因為台灣倒閣之所以不容易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去倒閣 但其實很難做到的情況下呢 所以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 要求隔魁同意權 謝謝各位 謝謝胡主勤教授的一個發言 我來補充本院的委員 也是親民黨的總召 李同豪委員 來揮揮手 謝謝 接著我們邀請 東吳大學的教授 也是公民憲政推動聯盟的代表 陳俊宏 陳教授來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以及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 大家午安 今天很榮幸來這邊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關於這個 如何從建立一個全責相符的 一個中央政府體制 那我們從剛剛的討論裡面 大家就很清楚可以了解 這邊我們在探討的是 關於憲政運作的 一個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 究竟應該要如何的來進行規範 才能夠達到一個全責相符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剛剛談到的這裡面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憲政運作的基本核心 其實強調行政與立法 但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 如何去檢視 其實會因為你的選舉制度是什麼設計 你的政黨體系是怎麼運作 以及這個國家的憲政文化是什麼 而會有一些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光是抽離這些因素來談行政立法 其實是不精準的 所以當我們今天要討論什麼樣的 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 對台灣現有的憲政運作是最好 事實上是必須要同時考量選舉制度 政黨體系 憲政文化等等因素 才有辦法做一個比較公允的分析與評價 因為憲政體制的各個環節 事實上有一個牽一法動全身的一個系統性的關聯 所以如果我們僅僅只從中央政府體制來討論 而沒有進行全盤性的思考 其實可能會帶來另外的問題 舉一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我們現在說中央政府體制決定我們開什麼車 到底今天是美國車還是英國車 還是德國車 那憲政文化其實就決定了開車人的技術 比方說我們習慣在這個運作過程當中 怎麼解決衝突的方式 這個社會這個運作過程當中 會不會怎麼樣去尊重少數 怎麼樣去多數跟少數之間怎麼互動等等 那政黨體系跟選舉制度 就決定了開車的方式 以及這一台車有多少人可以一起開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檢視 當我們今天發現這一台車 我們要進行檢修 我們看到這台車可能暴衝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發現這一台 中央政府這台車是一個拼裝車 時時會出現暴衝的現象 那我們在進行診斷的時候 其實除了去討論說 到底這個車款是什麼以外 事實上還要去考量 到底目前會出現暴衝的情形 究竟是因為這個車子性能不佳 還是因為這個開車人的習性 還是因為這個人開車的技術有問題 我們才能夠進一步去決定 究竟是要去加裝一個煞車器就好了 還是說我們要這個增加更多的人 來開車避免這個開車人亂超車亂暴衝 還是說我們認為這部車 整部車必須要汰換 所以在這裡面 怎麼樣去思考中央政府體制 事實上是需要做一個全盤性的思考 所以從公民團體的角度來看 建立全責相符的體制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 也是公民團體的一項主張 但是怎麼建立全責相符的體制 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我們認為在這個階段 在短短的這個時間裡面 似乎沒有辦法 這個充分的討論情形之下 不應該在這個階段裡面來處理 那我們認為 這個建立全責相符的體制 關鍵也不在於隔魁同意權 因為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在目前的狀況底下 總統跟行政院長之間的 權責關係沒有很釐清 誰才是真正的行政首長 這件事也沒有確認 總統所謂的國家安全大政方針的 這個權力界限沒有清楚的界限 沒有完整的監督全縣的國會 也沒有公平的國會選制 乃至於沒有一個公平的政黨政治 那麼這個所謂全責相符的政治體制 事實上是有困難的 那另外如果從現有的 這個幾個版本裡面 談到的隔魁同意權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沒有一個配套的設計 那麼以隔魁同意權的設計加進來 來解決當前的問題 就我個人認為 事實上並不一定 不僅沒有辦法解決目前的這個制衡的 這個權責相符的問題 反而可能帶來另外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說 第一 因為現有的行政院 擁有隔魁的同意權 同時擁有有倒閣的權利的時候 那相對於行政部門只有 這個被動的解散立法院的權利 那這個權利 事實上是向這個國會請協 按照法國第五共和的這個雙手賞制 總統可以主動的解散立法院 在內閣制底下 總理也可以主動的解散議會 但是在這個 設計隔魁同意權的情形之下 當行政跟立法兩權發生衝突的時候 那麼只有仰賴一方 就是立法院的主動倒閣 行政權這一方 並沒有辦法有主動化解的機會 那這個過程裡面 它並不是一個雙向主動的 一種對稱關係 並不是一個有效的設計 那麼有人可能會問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加一個總統 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利 那如果是這樣設計的話 那你其實又增加了總統的權利 那又離所謂的內閣制的目標 又更遠了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僅僅以隔魁同意權的恢復 既沒有辦法去朝向內閣制 在當前的行政立法關係沒有釐清之前 更可能會產生新的問題 那最後一點時間我想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是站在公民團體的立場 我們認為人民是憲法的主體 但是在這一波的限改裡面 我們很遺憾的 仍然複製了過去七次修憲的一個限改模式 忽視了人民直接參與的宗教性 導致了現在我們好像各個政黨 都在討論內閣制跟總統制比較優的辯論比賽 那這裡面台灣從1991年開始 這七次修憲裡面 事實上並沒有真正的把人民的 這個基本的聲音跟主張 放到限改的議程裡面 比方說在這一波的運動裡面 你可以了解到 權力憲章也好 分配正義也好 民主防衛機制也好 這些公民社會關心的議題 都沒有在這樣的一個限改議程裡面被討論 那我必須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一波的限改議題之所以會興起 是來自於去年的三一八國會佔領運動 所以公民團體長期在去年的四月以來 就不斷地在推動一個由下而上的 一個限改的一個程序 那我們認為這個至少在公民投票之前 公民投票不是只有投票 而是如何讓公民能夠實質地來進行審議 進行討論 讓憲法可以成為公民與人民跟政黨之間 共同商討的一個重要主題 所以如何去思考一個讓政黨公部門 民主委員團體跟人民共同商討 決定的限改程序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 換句話說 限改的議題 程序與實質同樣重要 那麼公民的聲音如何納盡這一個限改的程序 如果以我今天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光是公聽會是非常不足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座的委員 可以共同來思考的另外一個面向 謝謝 謝謝陳俊宏教授的一個發言 接著我們請台灣大學政治系徐慶富教授來發言 今天的主席 旅學長委員 還有今天的學界的先進 還有在座的各位朋友獎 我先掏一點關係 我跟旅學長委員過去也曾經同事過 我們那時候都是國民大會的代表 可是他現在看起來還是非常年輕 非常年輕 歲月沒有留在他臉上 那我也跟今天的考選部的前部長林嘉誠 還有前考試員陳茂雄先生 我們也都同事過這樣 同事過 那也感謝今天在座很多委員 過去我因為職務的關係 不管是被總統提名過的同意權的行使的時候 這個被肯定 還有因為要通過預算 我要站在這裡講話的時候 要為預算來拜託的時候 都有這個經驗 但今天比較不同的經驗 今天是來表達一些看法而已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感謝有這麼一個機會 今天事實上很佩服 今天很多的學者他們很年輕 而且都對今天要討論的議題 相當的了解 而且都談得非常好 那我今天只能說 在這麼多人談文化以後 那我呢只是提點我中心的一個抗法這樣 那表示一點小意見 也許大家可以同意 也可以有另外的考量這樣 據我的了解呢 現在兩黨憲政的公約數 那麼第一個公約數呢 都是認為現在這個制度有問題 但朱立倫選擇內閣是位於解放 那蔡英文呢 她還沒有提出政治體制的具體的選擇 這如果除了我報紙上 最近搜尋的沒有注意到家 再過來 蔡英文跟朱立倫兩位完全呢 重疊的是憲政意見就是把投票全年齡下修為18線 這個可以說是第二個公約數 第三個公約數就是在立法院的選舉上呢 蔡英文主張降低門檻 讓小黨有當選空間 這一點似乎跟朱立倫的主張 也沒有不相合的地方 如果是相合那也是第三個公約數 那內閣制呢 那要不要成內閣制 當然到現在好像也沒有共識 剛好聽起來 但這也不代表說 憲改的腳步就要停止 包括投票連領的下修 降低政港門港 還有乃至於德國什麼聯立制 那我覺得朱立倫跟蔡英文 可交集的憲改公約數仍然很多 所以兩方面呢 還是要攜手合作 把握這種憲政時刻呢 把台灣的制度 進一步 來做更好 交出歷史的成績這樣 這是我很同意的地方這樣 但是我個人呢 那個一個感覺 就是說憲政體制 本身實在 不能用好壞來評價 好壞來評價這樣 因為今天我們 因為我過去也是學政治學這方面 今天總統制也好 內閣制也好 乃至法國的辦總統制 或是委員制也好 世界上有的國家也是運行得很好 但有的國家就不行 拿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是感覺到 最重要是 這個制度之下 是不是能夠有效運作的問題 有時候制度是不錯的 但是就是不能有效運作 有效運作 那今天呢 因為選舉之後 憲改的呼聲又來了 那現在 憲政體制又被拿來討論了 又被拿來討論 這都是很好 不過我是覺得呢 今天有時候要做某些改變上 學理上 似乎是可以 好像行得通 但是呢 圖法還是不足以自行 這是我一個年紀 因為超過六十 這個圖法是不足以自行的 那麼我們還是要 看看我們這個國家 有沒有成熟的政治文化 有沒有真正成熟的政黨政治 還要看我們的國情之和 比如說 就像說你如果要把總統制 一下子要改為內閣制 那總統不再直選 國內能夠接受嗎 這是這樣 所以還是要有環境來配合的 那環境要配合 那麼 才可以 那還有一句話 也不太好意思講 不過現在沒有關係 還是要跳脫政黨之間的 這種 比如說 報紙所寫的 惡鬥的情況還是怎樣 這種東西要跳脫的 這是我的感覺 不過我同意 目前的憲政運作 確實不能全職相符 目前的憲政運作 確實有問題 那剛剛來 學者 前面很多人 專家都講了 真的現在現行雙手掌自駕 確實面臨很多的缺點和困境 那剛剛大家都提了 我們總統確實有權無責 那麼行政院長負責對象又很不清楚 今天直選之下 那麼行政院長是總統直接是命 不要立法院同意 剛剛很多學者都提到 只是這樣來一下 這個 有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就是說 院長呢 有時候他有他的想法說 那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也真的 行政跟立法之間的 汪一有僵局說 這個很難解決 剛才也有學者提到 對了 我們今天的總統 他是要被動的 他不能主動來解散國會的 今天我們的立法院 因為不想被解散 而必須重新改選 所以現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遇到有僵局的時候 他們也不太願意提出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 這就是事實 這是確實的 所以就會限制僵局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呢 那麼今天呢 講到這裡 我就想說 那有人就想說 那是不是 把他恢復呢 這個 內閣的這個 就是說 這個 由來的立法院 來的同意 我倒是這邊呢 我是 覺得說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 我倒有點 比較同意 因為這樣之下 我覺得不要讓我們這個總統制 變成超強的總統制 然後呢 稍微揮揮一下說 總統 不能夠任意 任意變更行政院長 那麼讓行政院長 也比較有助主性 這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是覺得 這樣去做 會不會有效運作 還是存疑啦 不過在沒有辦法選擇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說這點呢 似乎 可不可以再想一想 如果沒有太大的困難 那麼這樣也可以避免強領政治 那麼這樣之下 是不是也可以 稍微來 再 揮揮一下 這個是我的比較一個 中心的想法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許慶富教授 我老朋友 來 終於最近才見到面 那接著呢 我們請 明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我們習帶領 習教授 來發表您的稿件 好 那個主席 在座的各位委員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先進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很高興 這個今天接受這個修憲委員會的這個邀請 我想因為這個前面 我想我非常敬佩的一些 這個老師跟前輩都已經談得很多了 我想因為我們今天來談這個主題啊 就是談說 我們修憲朝向內閣制的這個可行性 我想既然在談可行性 剛才有許多的這個 學術先進有談到是說 那這個憲政學理裡面 對於這些 不管是內閣制或總統制 或是雙手長制的一些 這個規定 不過我想我們非常清楚啦 就參考我想不講其他國家 以台灣過去 從這個 90年代開始的七次修憲的這個經驗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修憲不是只有根據憲政學理啦 那除了憲政學理之外 那麼這個既有制度的運作經驗 那不管是本國的或是他國的 那這當然還包括 所謂的這個政治現實的這個考慮 那我想一般 我想我們如果根據今天討論的這個三個題 剛剛在談這個所謂的 現行的雙手長制 那我們很多人都會講說 那看看那個第五共和法國的這個體制的特色 跟他運作的經驗是如何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去看一看 那因為我至少我了解今天在座 有兩位這個過去留法的這個學者 那其實法國這個第五共和 它之所以會走向我們稱為雙手長制 或是Dewville所講的半總統制 或是現在越來越多人採用的那個行政權換軌制 這樣子的名稱 其實它就是政治妥協出來的這個結果 因為1958年那個戴高樂他要主導這個修憲 可是他又不敢呢 把話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就把真正去起草條文的工作交給內政部長 交給這個戴布瑞 所以那個戴布瑞的主張是希望走內閣制 可是呢這個戴高樂又希望踩總統制 所以是兩者兩種體制妥協出來的產物 那即便是妥協出來的產物 那剛才也有這個學者講到 在1962年的時候 那這個戴高樂就急著去推動修憲 他認為他這種間接選舉 由選舉人團產生的這個總統 他認為資望還不足 所以他才要把它改成是公民直選 那我想我們不去看 這個所謂法國雙手長制 耳後的這運作的經驗 我們可以從他的 當時在推動制憲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這是妥協出來的產物 那我們經過了七次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90年代以後的修憲的過程 不過從1947年的 公佈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 他本來也是妥協出來的產物 剛才有學者講到 五五憲朝的這個規定 那其實在46到47年 當時的這個修憲的版本 在討論的時候 那國民黨的主張 跟所謂的民主黨派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張 本來就不一樣嘛 那其實這個部分 在當時的許多的這個 所謂的這種中橫折衝的這個過程 其實在教科書裡面 其實已經寫得非常的這個清楚 我們就不講 那可是看90年代之後呢 那92年的修憲 94年那個所謂的實質的修憲 94年跟97年的修憲 他在不同的這個階段呢 剛好他們那個修憲的重點 就跟我們第三個主題是有關 那每一次的修憲 不都是政治妥協出來的結果 我想如果呢 各位先進有一點印象 去翻一翻過去的報紙好了 那尤其是在97年 那個隔魁同意權的取消 其實在當時就是 國民兩黨的政黨領袖 妥協出來的產物 而各取所需嘛 好那我想就更不要講說 都在94年的時候的那個修憲 那國民黨內有著不同的這個主張 好那當時其實很多人就講說 那其實主要是一個政治鬥爭 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個人認為啊 我們在談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在目前的這個 所謂雙手掌 他到底他出現了什麼的問題 我想我們不要光看這個政治學理 好那也不能光看 其他國家實施的經驗 我想要根據我們的 既有運作的經驗 甚至呢我們還要去更主要要考慮的 就是目前的這樣子的一個 政治的一個現實 好那如果今天我們要走向 這個所謂的內閣制的話 我覺得我們第一個要確立的前提 就是說那這個 我們要不要讓這個 由人民選舉 公民直選產生的這個國家元首 讓他成為虛位 那他並不是所謂公民直接選舉 產生的國家元首 就一定擁有實權 那剛才我想已經有學術先進講過了 公民直選的總統我們也可以讓他產生虛位 可是問題 他能不能夠符合台灣的政治現實 我們經過了過去了20年的努力 總統公民直選 如果現在讓這個台灣人民能 突然發覺說 那以後我們要選出來的總統 他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總統 那請問 請問人民能不能夠接受 那當然剛才也有人 也有學者講到是說 那這個總統成為這種所謂的政治力量 或是不同政治勢力的一個仲裁者 那如果他要超越黨派 他又是公民直選的話 那請問政黨為什麼要幫他動員 讓他成為總統選戰的贏家 所以我覺得 目前雙手掌制面臨的這個困境 我們要把他那個過去的那個制限的那個背景 跟他實施的經驗 我覺得我們要綜合考量 現在看起來呢 這個最大的困境其實就是什麼 就這個責任政治沒有辦法落實 這責任政治沒有辦法的落實 我們不見得要去 從總統的產生方式去做這個調整 所以我想呢 有幾點可以去做的 比如說 那未來 我們不管是走總統制或是內閣制 或是維持現狀 我們要盡量希望能夠在政治現實 能夠調整到 由這個政黨的領導者 尤其是多數黨的領導者 來擔任這個所謂的 政府運作的一個權力的核心 他成為一個實權的領袖 我們覺得很 這個事情是一個重點 那再來呢 我們在那個項目三所討論的 就是恢復立法院的隔魁同意權 附屬權 還有立法院得兼任官吏 這個主題呢 我會個人會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回去看看 從1947到1992年之間 當我們立法院還維持行政院長的附屬權 維持這個所謂的 立法院的隔魁同意權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的政治體制的運作 到底他出現了什麼問題 那如果我們去權衡他的利弊得失 我們覺得在1947到1992年 這是當然啦 我們不去討論這個所謂動員勘亂時期 令氏條款這個違章建築 如果這個制度的運作沒有太大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呢 就是去參考過去的這個制度運作的一些優點呢 在這個方向上去做調整 那當然剛才許多先進有談到了 就包括這個所謂的隔魁同意權 我們當然跟現在的法國第五共和的制度是 並不是一致的 可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跟他一樣呢 2002年到今天2015年過去的13年 法國的總統他能夠接受 我們說他是雙手掌制嗎 他當然不能接受 因為2000年的修憲 把這個總統任期縮短的目的 就是法國人民不希望再出現雙手掌 那我們是不是一定要跟他學 如果我們要跟他學就學個徹底 那我們隔魁同意權呢 我們就什麼就不要恢復 但是我剛講 剛才這個報告過了就是 我們如果去思考這個所謂的制度的優劣 去參考這個政治現實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去好好去想想 在92年之前 在修憲92年修憲之前 當時的政府體制 在保留現行制度運作的一個特色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能的方向 最後一點我個人 剛才有一位這個學者有談到就是說 那個國會的調查權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這是未來修憲一個 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 現在很多人對那個立法院的這個運作 又愛又恨 我覺得也有很多的誤解 其實立法委員 真的能夠去監督行政部門的武器 其實是非常的有限 就算是執行 執行權好了 其實它也只是一個形式 或是一個表象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未來我們應該要在這個部分 好好多做思考 謝謝 謝謝我們習代林教授的一個發言 那立法院的調查權 主要是大法官585號的一個解釋 繼續在努力當中 接著我們邀請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 施政鋒施教授 也謝謝你上個禮拜來 今天這個禮拜又來 從花蓮過來有一段距離 謝謝謝謝 來 主席各位先進 我先把結論講 大家好 我認為說 不管是恢復各位同意權 還是走內閣制 它背後基本上是用 國會議員兼任部會首長 來當一個交換 讓他們同意修憲 然後再以立委人數不夠 來增加國會的席次 再把這些放到部分區 讓那些小黨覺得人人有份 願意幫他背書 也就是這個5% 降低就3%這個部分 讓他覺得修憲的正當性有夠 OK 然後就這樣糊弄過去 我想這是所謂的第一階段 那選完以後要第二階段 我是覺得第二階段修憲大概是很難 所以我覺得是我們公民團體 大概會被騙 我那種感覺 好 那接著我認為說 其實我剛才講說 那些所謂的內閣制 同意權等的那些 這些都是空包蛋 自己說這裡夾雜的 為什麼我們立委到這裡提案的 就是到底立委是可以 還是必須當 就是說官員一定要有立委的身份呢 我們說內閣制他的假設 就是說人員 行政跟立法是合一的 你要當部長 就是你要先當國會議員 但是總統制他最大的假設就是說 這是人員 人員要分裂 這兩個一定是不可以兼兩個的部分 所以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真正目的 這個剛剛來講就是要增加國會的人數 但是我覺得國會的人數是要增加 沒有錯 這理由是錯的啦 用這樣子來 有一點點好像是先射箭再來畫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要回頭講說 那到底目前的修憲 有什麼自愛難行的地方呢 我覺得目前的所謂的 商業學運這邊要求 太陽化學運要求的修憲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說 總統要強行通過的服貿條例 把它當作行政協定 那國會把它擋下來 這個就是典型的 check and balance不是嗎 就是一個是很好的 這個跟朝野鬥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王彥仔也是國民黨的 總統也是國民黨的 這完全我覺得跟憲政體制 是完全沒有什麼相關的啦 OK 頭痛 有沒有 我就覺得還是回到陳茂先生講的 頭痛一腳腳痛一腳 我是覺得頭痛一腳腳痛一頭 我覺得沒有對症下藥啦 OK 好 第三個呢 其實當年就是因為 國會的憲政的運作 有一些問題 也就是說 時常有人把這個所謂的 同意權跟這個 附屬權 解釋為我們的憲法的 這個體制是內閣制 所以九七修憲才把它拿掉嘛 好 那我們又回頭講說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們不提五五憲只好 本來就是一種雙手掌制 那雙手掌制的特色呢 講好聽一點點就是說 自動換鬼 爸爸當總統的時候 兒子當行政院長就是內閣制 然後呢 兒子當總統的時候 其他人在當這個行政院長的時候 變總統制 那其實我是覺得說 總統跟這個行政院長 兩個權力之間 不是很確定啦 OK 這才是真正的權責不清啦 OK 坦白講 我再舉個例子來講 某個基金會我在當執行長的時候 董事長他跟記者吃飯 我要不要簽是看我的啦 我現在當董事長 我找我學弟當那個執行長啦 當然是我簽嘛 這個就是所謂權責不分啦 OK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說 什麼叫做 所謂的權責 不清 那目前為止 剛才也提到說 目前的說法就是總統有權 無責 葛魁有責無權 我覺得是一個錯誤的啦 本來就是一個幕僚長 他沒有名義基礎的 為什麼要拿到給國會來做同意呢 為什麼又要回到雙手長制 我們說雙手長制的 基本上我們的 不只是就杜瓦傑啦 那我們知道 學術上目前的最大的假設 總統直選 然後呢 行政院長或國會 就是總理必須要國會同意的 這個叫雙手長制啦 那我們目前已經完全 九七修憲完全脫離了雙手長制 為什麼要回到雙手長制 好 那我們回到說權責相符來講 不管你叫做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uthorization delegation 那所有的憲政體制 都有它的授權方式 那基本上 內閣制沒有錯 它行政跟立法合一 那當然 你總理必須要對國會負責 沒有錯 但是呢總統是 它的基本假設 就是兩個分開來的 總統就是對選民負責 沒有什麼好講的 這就是負責 其實比較有大的問題 就是雙手長制啦 好 我上個禮拜也提到就是說 像這種雙手長制的裡面呢 它的運作有很多種形式 比如說奧地利 愛爾蘭這種的呢 基本上是虛位元首 然後俄羅斯法國的是 基本上是總統制 那介於中間的烏克蘭 或者是波蘭呢 兩個在那邊拉鋸戰 有時候呢修憲這個拿掉一個 然後這個增加一個 然後炒來炒去 好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那即使我看到法國也是這個樣子 到底執政黨 它到底是嘲笑野大呢 聯合內閣呢 執政黨在國會多數 是不是派系淋漓等等呢 其實是影響到總統的權力 我覺得呢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雙手長制大概是權責 這個所謂的最不相符的 好 那也回到大家講說 既然總統直選 代表國家主權 要虛位元首呢 我想沒有人可以接受 不管是哪一個人來 未來來當總統 回頭又講說 到底內閣制 要把它走向內閣制 除了說我們講說 陰謀論要卡陰以外 我覺得說到底內閣制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個是比較穩定嗎 我不覺得 比較適合民主鞏固嗎 我先講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內閣制的話 馬總統 他又是國民黨的黨主席的話 在威權體制之下 我覺得他是一個當獨裁者 只是他好像沒有那麼強勢啦 他的作風他比較懦弱一點點啦 OK 你看看蔡奇爾夫人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那大概基本上不要講在國會啦 在政黨那邊 是沒有人敢跟他說NO的 第二個呢 如果今天我們再增加 所謂的席次以後 那這個所謂的門檻 有5%到3%的這個時候呢 屆時很可能小黨林立 小黨林立有可能幾個困境 第一個組合很困難 會可能像比利時一樣 半年組隔 炒很久 為了人事分配啦 第二個呢 立法院的這個整合是很困難的 光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朝野的那個版本就那麼多了 那未來我們大家都是 大家都有一個3% 就有一個黨團的話 怎麼整合呢 第三個是說 我們看到以色列的情況之下 小黨因為他一關鍵小數 所以呢他做了很多東西 是可以威脅執政黨 我坦白講一個5%的政黨 可以威脅執政黨的政策的話 尤其是對於這個所謂的 猶太人對阿拉伯人讓步這個 這個是真正的權責不符 坦白講5%的可以左右國家的大政 好 所以呢我們在講說 到底他是在什麼樣的制度呢 是有他的歷史背景 比如說王室的大概是 大概是用這個所謂的內閣制 那所謂的比較會有軍人干政的 不管是總統是內閣制或雙手長制 其實是看有沒有軍人干政的傳統 我的建議啦 我的具體建議 要把一些我們目前憲法的東西 一些盲場把它割掉 第一個呢就是把隔規凍結掉 行政院長他既然沒有民意基礎 為什麼是最高行政首長呢 最高行政首長應該是國家元首 這兩個把它合為一 像美國一樣 第二個呢要取消兩個沒有人敢用的 就是所謂的不信任案跟這所謂的解散 這個國會權利 這個就是沈富雄講的 這是破內衣庫啦 這個沒有人敢用的嘛 也不會過的嘛 最後一個第三個是 真正總統要權利的話 他真正要有所謂的覆益 就是否決 跟他相左的立法院通過的這樣子的案子 那這樣的情況意思就是說 如果要反對拒絕 國會的這個所謂的反否決的話 應該要把門檻從目前的二分之一 提高到三分之二 所以我基本上的結論是什麼呢 其實目前國會還是太弱了 調查權等等 立法權預算權還很弱了 他藏很多錢 總統也是沒有牙齒坦白講 總統還是太弱的 好 以上 謝謝施政鋒教授的發言 最後我們邀請台北大學法律系林超俊教授 來 請 謝謝 主持人李宇委員 還有在座各位先進還有三位立法委員 我之前在立法院參加過幾次類似的公聽會 大概立法人人數比現在的還少 所以我現在其實蠻感動的 就說大家對於這個議題如此的重視 到了最後還有三位委員 連主席還有四位委員 前兩次公聽會都沒有 不是不是 我說之前別的 類似法官法或其他法 其實大部分委員都 所以那今天就很榮幸 那我覺得我一個重點是這樣 因為這個機會難得 因為這是我長大以後 比較懂事看到台灣所謂憲政變遷裡面 比較欠缺 比較沒有一次意識形態對立的一次 憲法議題的談論 或是修憲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憲法實際把握的問題 但是我今天來報告就是魔鬼藏在細節 就是說今天其實重點在細節 而並不在一個大的一個問題 採用什麼字或什麼字 我簡單舉個例子 因為今天第一個問題是說 雙手掌制到底有什麼問題 其實啊 剛才郝培斯教授有提到 全世界其實現在大部分國家 採的是雙手掌制 而且主要是在1990年代 所謂的東歐民主化之後 大部分的東歐國家採的是雙手掌制 但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施政 上面所謂的僵局這樣的現狀 到底多少個所謂的雙手掌制國家有 其實不多見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真正的問題 不在於是不是要不要採雙手掌制 而在於說我們當下的制度本身 是不是有什麼還要值得精進的地方 那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吊詭 很嚴重的一個吊詭 當下如果真的有施政僵局的話 或所謂行政當局不能四切的反應名義的話 其實關鍵不在於總統的權力太多 而在太少 從比較法的觀點來看 凡是雙手掌這個國家 大部分總統都會親自主持內閣會議 有就是行政院院會 其實今天我們所謂的發生的有權無責 或我比較喜歡那個字應該是權責不欽 它的來源應該是說最高當局並未親自參與公開透明的政策的一個決定 換言說問題的重點是在於說 作為憲法上最高的一個決策機關 就行政院院會總統沒有機會參與了 這才是權責不欽的一個來源或所謂有權無責 那因為總統不能參與行政院院會 所以到達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民主化之後 總統不外是用三個方式來制定他的政策 來使他政策運作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一黨領政 不管是李登輝總統也好 陳水變總統也好 或是馬英九總統也好 相當程度比喻他的政黨 換言說黨的中常會成為實質上的一個決策機關 某種程度上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不然就是設置體制外的幾人小組 作為內部溝通的管道 以作為決策的一個機制 第三個就是運用 同樣是憲法上的機關就是 國安會 作為統治或是政策決定的一個機制 那這三個都分別有他的問題 前兩者就是大家所謂批評的就是權責不欽 或有權無責 因為他是一個體制外的機制 那今天到底是誰做這個決策 誰要為這個決策負責 其實是問題的關鍵 第三個情形就造成個體制上的跌床架屋 同樣有兩個權責機關 對於同樣這件事情可以做決定 這難免就會造成 有功的時候大家可能 當然說不一定可能會增功 有過的時候可能就違過 所以這是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 不必然跟雙首長制可能有關係 但聽起來我不是這邊不是說雙首長制沒有問題的意思 我的重點是魔鬼藏在細節 換言說對反對雙首長制而言 其實要講到問題的核心 換言說今天的問題到底何在 其實可能大家還要再去仔細思考一下 再舉一個例子 第二個問題 現在說有僵局 其實僵局我同意剛剛很多先進的看法 其實在於立法權本身 還可以再積極一點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中華民國的立法權 是適用一個內閣制為典型 為衣規的立法權設計 關鍵在哪裡呢 因為提案權主要是在行政院 行政院有提案權 這是所有內閣制國家共通之點 而且是重要之點 那這樣子在我們現在 並不是典型內閣制下會有什麼問題 主要在於說行政院院長還有相關部會首長 並不兼議員 所以他對於反應民意的需求跟立法委員之間 可能會有距離 距離的結果 當他制定法案的時候 就不一定先前會去徵詢立法委員的意見 但某種程度上徵詢一定是有 但是說他對於法案的具體內容 到底是以誰的意識為衣規這點而言 跟典型的那個國家可能就有差距了 但是我們卻用典型內閣制國家的一個制度 由行政院負責法案的提案 所以這個其實才是盲點了 所以會造成一個情況就是說 立法委員在立法程序裡面消極被動 抱歉我沒有在這邊批評立法院的意思 只是說在我的觀察 立法委員的重點是在國事會議 是在質詢 其實你大家會去看 典型的內閣制國家有哪一個重點是放在質詢 即便是典型的總統制國家 才是立法才是重點 但是我們的制度設計造成立法委員 不願意花較多的時間在法案的制定 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那我們可以回來看總統制國家 總統制國家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要由議員提出法案 議員提出法案 他發現行政權明明是行政員要推動的政策 他必須獲得議員的支持 所以他勢必在提出之前 一定要全盤性的跟他想要麻煩這個議員 做溝通做協調 而且在美國法案裡面大家都知道 他甚至重要的法案最後是由提案的議員掛名 所以對於重要的法案而言他會名垂青史 這對於整個制度設計在總統制下 他相對的提出立法議員的誘因 那我們今天既不是典型的那個制 也不是典型的總統制 某種程度上立法權杖設計 造成今天市政上的一個所謂僵局 事實上大家都有提到法國制 剛才不過幾位沒有提到就是說 法國在2008年修憲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提升了立法權的權力 特別是讓立法權有更積極的可以參與立法這個程序 這跟過去是不一樣 所以就這一點而言 不管將來要採什麼字 我的建議 魔鬼藏在細節 大家其實大可以揚氣 過去到底要採內閣制總統制 雙手掌制 這樣的抽象概括的辯論 請具體的針對議題的增結提出對策 而並不是說一個打高空式的辯論 那最後講到第三題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其實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剛才幾位先進都有提到 為什麼我們有所謂的倒閣制度 但是立法院卻習於使用這樣的倒閣制度 我的一個出錢的觀察可能是這樣 因為欠缺誘因 簡單講立法院不兼任官吏的結果 今天我倒閣結果是為人作駕 今天總統如果解散國會的時候 是其他的人來掌權 來制定政策 我們又沒有像總統制國家裡面 尊重立法權的過程中 徵詢議員這樣的機制 相對的 你又要求立法委員衝鋒獻證 去做倒閣 這不是叫他去為別人犧牲嗎 所以就這一點而言 其實這要通盤檢討 但是這邊要提出一個重點是這樣 大家可以觀察 任何一個立法委員可以兼任官吏的國家 立法委員人數絕對不會太少 以英國為例 他其實重要部會裡面 不是只有所謂的部長跟政務次長 是來自於議員兼任 還有其他至少兩三個 兩三個政府的政府官是由議員兼任 就這點而言的話 其他整個配套 必須一併思考 那所以我最後因為時間到了 簡單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良機 朝野兩黨議員 特別是幾位重量級議員 現在還在場 希望大家能把握這個機會 仔細思考 那當然講這句話有點誠相亮 就是說放棄自己目前的情況 一個本位 然後開神不共談 而且是針對細緻的議題談 我想這次修建 會達到相當不錯的一個成果 謝謝大家 謝謝林超俊教授的發言 報告我們公聽會 學者專家均已發言完畢 接下來進行本院委員的發言 以登記的先後秩序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首先 那另外就是說 本院的委員發言完畢以後 我們再進行學者專家的第二輪的一個發言 首先我們請李議員委員來發言 三分鐘 謝謝 主席 各位學者先進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我們母鄉教授 嘉誠兄 陳鋒兄 還是清副教授 還有我們林超俊教授 今天這個修建委員會三次了 大概立委的發言都是 最主要因為是 以聽取學者專家的高見 所以是三分鐘來救命 來回應 所以今天我回應說 是不是因為主席在這裡 是不是國民黨這邊真的不要用 這個不在一起投票來綁這個修憲 一個那個是法律的層次 一個是憲法的層次 我想這一點呢 如果表達了這個所謂泱泱大黨的一個角度 是不是能夠這樣來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第二個 民進黨 剛剛范雲 這個趙基建人在講 民進黨整套的主張 其實在 蔡英文主席 主持了這個修憲的 會議之後 的這樣的一個黨的立場 其實是非常清楚 就是成套的 但是有了解到 一方面是讓民間社團的呼籲 所以希望能夠兩階段的修憲 所以是這一次一方面讓他能夠成局 因為這個修憲非常不容易 現在門檻這麼高 所以第一次先處理這個18歲 讓這個 這個年輕世代能夠參與 因為這在世界上來講 算是比較慢的 第二個當然就是 預留將來修憲的一個空間 比較大的空間和機會 所以希望修憲的門檻也能夠處理 先處理這個一個好像看起來很簡單的 18歲 一個是超級困難的門檻 這兩個就是在第一階段 希望能夠爭取社會各界的一個認同 那剩下包括中央政府體制 剛剛大家學的專家的有很多 我想我個人越聽了 就越來對總統制這件事情 比較支持 這個原因是說 民進黨長期來事實上 也不是說非哪一個字不行 認為內閣字有內閣字的運作的經驗和優點 總統制有總統制的經驗和優點 但是每一個國家的幾位 今天都有特別提到文化 還是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 好幾位教授在座都有講到說 那個政治運作的一個習慣 還有那個文化 你說今天總統不大嗎 那總統被迫要吃掉黨主席 總統連亞投行這麼重大的外交政策 沒有發過言 總統多大 總統是很大的 但是因為那行政運作 運作就包括你個人領導風格 不敢主張 那有的總統非常敢主張 過猶不及都不對 那一個民選的總統 這個台灣特有的制度 從委任執權到總統執權 經過那麼久 最後產生總統執權 到今天這是已經不可能改變 至少30年裡面不可能改變 所以我們就圍繞了這個主要不能改變的核心 然後網上他更加的強化這個制度 所以幾位都提到立法權的加強 做一個立法委員 第三次進來回到立法院 再加上在行政部門呆過 不管是政黨文化 不管是這個質詢預算 這個決算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個調查 真的這個權力啊 和美國國會議員差很多 所以感謝各位學者專家 繼續指教 我們希望能夠再透過這10場 產生個共識 時間關係 再度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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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憶恩委員的發言 接著我們請 油美女委員發言 時間三分鐘 主席还有我们在场的委员 以及我们所有的专家学者 今天已经是我们第三场的 这个立法院的修讯委员会的一个公听会 那当然三场下来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的这个设定的这个agenda 其实是非常几乎是雷同的 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让我们这样的一个 立法院的修讯委员会的 这十场的公听会 能够有更就是说更有效力 或是说能够更广纳民意的话 我会建议是说 再来未来的第四场 还有下面的是不是也能够 因为其实在这三场里面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学者 或是民间团体已经提出其他的议题 包括说怎么样的人权的路线 怎么样去把修讯的门槛下降 那当然就说年龄的下降 这个是比较有共识的 那还有包括就是整个一个国会体制的一个改革等等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每一次的这个修宪的 这个agenda的设定上面呢 能够是针对就上一次这个委员所 这个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这些 我们针对这个再继续深入的讨论下去 那我觉得说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时长的公厅会 真的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 就是说大家就是一个一个共识 或者说如果没有办法形成共识 但是至少能够更深入的去讨论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所邀请的专家学者 其实是由各个党 各个党呢 大家所推荐出来的 但是这里呢也难免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重复学者的重复 那如果说我们议题不同 学者重复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同样的议题 那不断的重复的话 我会建议说 是不是让更多的专家学者 能够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一直没有开放旁听 其实呢人民就说 其实是非常希望的 就是说他们也有能够表达意见的一个机会 所以不管是专家学者 或是一般的公民 我们当然也知道说 现在其实所谓的宪政 这个就是推动联盟呢 其实他们也都在外面在拍 在开所谓的这个宪政的草根的行为 宪政的论坛 但是草根宪政的论坛 如何把他们的声音 能够带到我们的立法院的立法的修宪委员会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够让它变成是说 你民间的去讲 你民间的我立法修 我立法院的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如何能够让民间的声音 能够进到我们的立法院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也应该 就是后面的机场 是不是能够开放 让民间的团体 或是公民的这个 能够有这个旁听的一个机会 那 那第四个呢 就是说如果呢 我们也希望是说 就绝对没有一个 所谓的实权实美的制度 因为今天不管是 哪一位学者讲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 那这个制度呢 即使说好 我们把所有的最完美的制度 把它加起来 凑合灾情 它是不是就是 适合我们国内也不见得 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 是谁在用 是什么样的文化在用 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制在运用 所以在这里呢 绝对一定要跟我们自己的惯例 还有我们自己的文化 还有我们就是说 大家的一个 跟人民的这个素质等等的 这些其实都会互相交互作用 交互影响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希望是说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 更广纳一见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 以后呢 也能够开放旁定 谢谢 谢谢游美女委员的发言 接着请姚文志委员 姚文志委员 姚文志委员不在 请陈唐山委员 陈唐山委员 陈唐山委员不在 接着请李同浩委员发言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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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同仁 我们的所有的学者专家 特别留在现在 我看到陈教授还在这边 非常感谢 主席学者专家 都来这边 我们的公听会 来说明大家对于 宪政改革的看法 我这边呢 有一点感想 我自己 不是宪政专家 但是我们从 立法院的务实的 现实的运作里面 我们遇到的瓶颈 是造成这一次 加上社会的一些声音 是造成这一次修宪的 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我必须说 举个例子 现阶段 这个制度里面 总统对外交国防 还有两岸的政策 我们很多学者专家都说 这是总统在宪法上 赋予的权利 纵使他没有明文的规定 但是制度上 隐略的 说明了总统有这个权利 所以今天造成的 现实的状况是什么 现实的状况是在 当我们在立法院的 质询上面 面对行政院长 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 在处理外交国防上的 议题的时候 完全束手无策 那我们学者专家就说 这是因为总统 选了四年选出来 所以他具有这个mandate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已经讲明白 他的两岸政策 他的国防政策 他的外交政策 所以你们要尊重 by contract 那我们要干嘛 叫立法院来监督 我们怎么监督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僵局之一 同样的道理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 在本身有现实生活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政治上面 该去改革的 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发觉了 我们在立法院 跟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 产生了非常大的落差 没有办法去化解 按照宪法规定 不是总统应该出来吗 可是总统好像 他不能扮演这个超人的角色 所以今天本席在这边 我们呼吁 我们非常感谢学者提出 很多学者 我刚刚还在外面 跟学者在做很激烈的辩论 提出崇高的理想 把外国的制度拿进来 好事 但是刚刚游美女委员 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要配合国内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可是有些观念 我们学者能够讲的是什么 现阶段之下 我多做一步 这一步可以让台湾进步 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今天修现 只修一条 只修一句话 或者是两句话 那这一句话或两句话 是哪一句哪两句 它可以让我们的运作的体制 比以前更进步一点 台湾就进步了 僵局就化解了 如果今天谈的大道理 把这个国家弄得 非常的标准的话 那我们就修 比较修现 我们就干脆制限 所以我希望 所有的学者专家将来 还会有很多机会 到我们立法院 还有在社会发很多声音的时候 告诉我们立法委员们 在现阶段的僵局之下 那一句 那两句 那一步那两步是什么 那我们就非常感谢了 谢谢大家 谢谢李同浩委员的发言 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进行学者专家第二轮的发言 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五分钟 我们掌握一下时间 我们已经超过我们预定的时间 两点半了 是不是哪一位专家学者要发言 陈茂雄陈会长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事实上我们常常在检讨 那个制度好不好 只有常引用国外的 事实上有很多国外的制度非常好 但是在台湾你完全就不适用 那举一个例子的话呢 国会议员坚任政务官的话呢 好不好 在国外也有人办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在台湾能够消化吗 刚才林教授提了一个 我是感触很深的 是我们是行政与立法分立的国家呢 照理说行政单位不应该提法案 那我们这里很多法案是行政单位提的 那这是我们这里的风趣 那个在于美国的话呢 那个是有国会提 当然别忘了 美国人家听到美国国会的助理 各个都是专家 他的助理水准非常高 所以他整个国会有办法把这个立法整个吞进去 那台湾也学习美国 也有国会助理 不过我们的国会助理都在跑婚伤喜庆 反而是小党 几个小党的国会助理 我觉得蛮不错的 就没有在跑婚伤喜庆 他真的在做立法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编了国会的助理的经费 结果都是在跑婚伤喜庆 代表我们这里是得风气 跟国外不一样 那个国外你如果你今天在美国当国会议员 你要连任的时候 你要谈你的政绩 你要谈什么 我有提几个法案 而且疏通参众两个通通过关 这个才是他的政绩 他这个很了不起 哇你看我提这么好的政绩 在台湾 你要提政绩是什么 你要连任的时候 选民服务 所以我们这里民意代表的话 他的重点是变成在做选民服务 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 你很认真的做选民服务 不一定当选 当然你不做选民服务 保证一定是落选 那像这种行业 选民服务的特点是什么 都是服务个人 不是服务整个社会 那行政官员可以这样吗 今天选民服务的话 甚至我可以交通 我也可以我去销单都可以 那你今天的话行政官员 你可以去销单吗 我看了你走走走 大概被删掉了 你行政所长 行政官员你要做的事情的话 通通是因为全民 大家平等做 不能个别优惠 但是民意代表做的都是个别优惠 来找你的 你的个别优惠 像这种风气的话 担任行政官员 事实上是有困难 因为担任行政官员 你这个服务是要撤掉了 你不能做个别服务 那你如果你不知道做选民服务 我看你下一任你就不必选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有困难 第二个有困难的话 全世界内阁制实施相当成功的国家 都是他的文官体制非常好 事实上有很多内阁制国家的话 真的他的灵魂是文官 因为国会议员他不一定是依照专场 反正是行政与立法分立的国家的话 他那个政务官是依照专场 所以有人常常在讲说 国会议员兼任政务官有名利基础 这错了 政务官以及行政官员 他不是要名利基础 他要专业 但是内阁制实施很成功的国家的话 就是他的常任文官的话 专业水准非常高 这第一个 第二个行政中立 所以一般的内阁制国家 大概就没有人让人以利说 哪一个政府官员 他这个行政中立有问题 大概就没有这种问题 他做得很好 但我是询问各位 各位你觉得台湾的这个常任文官 可以做到行政中立吗 我是不相信 那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人也都不相信 所以说那个常任文官 没有办法做到行政中立的话 那属治内阁制的话 就真的天下大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政务官员 你不是依照专业 那如果你是像我们现在的话 你派哪一个部长的话 都依照专业 那你要靠这个常任文官 常任文官的话 行政中立 大家是不信任 我想大概这个有问题 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陈茂雄会长 学者专家还有没有补充的 那就请林超俊教授 谢谢主席 那个前辈讲什么话 不过因为陈老师 针对我的发言 针对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有讲配套 当然包括就是说 包括整个文官之路 当然毫无疑问 那文官的忠议性 当然不是今天要谈 那至于说立法委员专业 当然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增加所谓的部分去代表名额 增加部分去代表名额 适度的增加部分 然后就可以延览专业人才入阁了 但另外一个不然就是 仿效英国的制度 有所谓的影子内阁 就在执政之前 可以先经过训练 你对于一定了解你才能执政 而且英国真的是非常神奇 他只要昨天应得大选 第二天中午之前就要政权移交 所以你没有一定的现前准备 不可能去执政 所以我觉得陈老师刚才讲的 陈委员 陈会长讲的非常好 我只是说这部分大家还可以谈 就如同刚才油美女委员讲 这有问题是细致的 这是细部的问题 也许如果主席有方便的话 大院方便的话 其实可以把议题定得更细一点 然后让大家来针对细部议题 再表示意见 我想更会有一些意见的交流 耽误各位时间如上 谢谢 谢谢林超俊教授 非常好 那个 我这边也回应一下 几位教授还有刚才 林应援委员有提到 事实上有关于18岁的部分 那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不是只有18岁而已 我们原则上在政府的体制里面 就是权责相符 朝向内阁制精神的方向来走 第二个就是说全民参与 全民参与里面就包括降低年龄到18岁 那另外不在籍的投票 他们也是公民啊 他为什么要丧失他的投票权呢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降低门槛 政党的门槛 我们从宪法征修条文的5% 变为3% 也就是全民参与的一个意向 这一点是我们支持这样一个方向 并不是说 那当然有说提到说 那不在籍投票修法就好了 那再放在宪法里面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技术上呢 我们会来做讨论 那至于我们甚至还有说 那个组织政府受身 我们把这个司法院的大法官15席 为什么要15席 我们把它改成9席 那我们也把监察院 从29位监察委员变成15位 也把考试委员19位 变成9位 再加上政府院长就11位 我想这个配合政府的受身 因为立法院从225级变成113 立委也检判 那另外呢 政府组织改造里面 我们从37个部会 现在变成27个部会 那还有再加上一行一院 所谓一行一院 就是中央银行 跟这个故宫博物院 那另外呢 我们在政府改造当中 我们三级机关 我们从原来的225 225个单位 三级机关 就局属的部分 我们现在在依照中央行政机关 组织基准法的规定 我们设定只有70个 所以我们是整体的做一些考量 我也非常高兴 听听我们各位专家学者 所有党团的代表 还有我们委员同仁 大家一些宝贵的意见 作为我们将来这个修宪 最后一个版本的一个参考 那最后啊 我今天再一次的来 谢谢今天与会的学者专家 及委员 各位提供的意见 非常的宝贵 我们会全程的记录 做成公听会报告 并送交各位参考 那今天第三场的公听会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现在散会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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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